这是一个遍布灵宠的玄幻世界 灵霄阁少年掌门樊灵霄 将一条小年鱼 进化成了吞天噬地的灵魂 成为了名震天下的灵宠师 终于走到这一步了 只要获胜 灵霄阁就能极身联盟最强门派了 真相尽嘴之耻 何人挑战 报上名来 在下灵霄阁门主 樊灵霄 连我们灵霄阁都不认识 是心我大 一定要啊 樊灵霄 这人是谁啊 你不知道吗 他是突然崛起的灵宠师新秀啊 好多门牌都败在他手上了 哇 看他年纪轻轻有这么厉害 侯门主 事不宜迟 走 现场的 他自己培育出了一只战无不胜的灵虫 原来是江湖传闻中 那个养鱼爆发户 果然有点本事 什么 竟然说门主是养鱼的 豁大 不是挺萌吗 不过在老湖这里 还差点意思 哇 看起来还是红门主更胜一筹啊 毕竟是假金门派 看起来 无妙啊 嗯 放心 条件已经达成了 什么 计划条件 已经达成了 在下竟然敢来挑战红门主 自然是有些把握 这张底牌 就是为红门主准备 什么 居然将灵虫进化到了入境态 这 这怎么可能 入境态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入境态的灵虫啊 这烦灵虫到底是何方神圣 哇 没想到这么快就能进化了 知道灵虫狗的厉害了吧 不愧是门主啊 我们赢定了 有点不对劲 怎么回事 灵虫狗 失败了 怎么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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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除召唤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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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功了 就要这样 死在这里了吗 努力了这么久 你真将只有一步之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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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死 啊 这是哪里 啊 啊 这是谁啊 我怎么变成这样啊 冷静 必须冷静 我想起来了 这应该是夺射涅槃的效果 之前为了保险 让坤学习了夺射涅槃 当林宠师死亡 夺射涅槃就会自动发动 牺牲林宠 保住林宠师的魂魄 一年后 随即占据一人的身体重生 呵呵呵 这么看来 我已经死了一年了 可恶啊 眼看就可以解身假金门派 查明真相了 现在要从头再来 真是不甘心呢 当时到底发生什么 金花条件反复核对过 绝对没有分好差错 可为什么失败了 而且还变成了那种怪物 难道是有人在背地里做了手脚 又会是谁干的呢 明明没有人知晓坤的秘密 这具身体的情况还不明了 需要调查的事情还有一大堆 我需要先 前面有人 快过去看看 找到了 在这里 你留不忙 找我家小姐躺哪儿去了 找我家小姐躺哪儿去了 小姐 什么情况 心情量好大 不说是吧 抓住 不是吧 这具身体的原主人到底干了什么呀 还好 他是个灵宠师 而且拥有两只灵宠 凭我的经验 对了他们应该不难 死丑了 好受罪 还不错 小鬼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 不愧是银贼 连灵宠都是小泰迪啊 扫灭啊 这灵宠没什么好怕的 大家一起上 还有一只 还有一只 这头巾子慢腰 这还算正常 这 可恶的淫贼 这些招数 真是下流 画面 简直不堪入我 这只好像也不正常啊 别慌 想想办法 好像不用了 啊 快说 小姐在哪儿 你能听我解释啊 队长 发现小银贼的住所了 我们走 我搜 队长 屋里都搜遍了 没找到小姐 太好了 我都说是个屋 快说 你把人藏哪儿了 喂 就不能听我说完吗 如果我真是采花贼 会傻傻的把人放家里 等你们发现吗 至少得挖个地窖什么的吧 你看这屋里像有地窖的样子吗 队长 我好发现一个地窖 我最真借哪 啊 下面有很多人 别怕 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找到小姐了 小姐 你没事吧 属下来晚了 请小姐恕罪 神赃俱祸了 这下完了 把她带回白府 我另有安排 嗯 白家小姐不杀我 把我带回白府关押 摆明了是要折磨我复仇 现在灵宠重伤召唤不了 逃也逃不出去 该怎么办 刘风芒 白小姐有请 我们到了 这是刑房 这是白小姐的寝室 快进去吧 寝室 来小姐 小银贼 你来了 白小姐 不知有何吩咐 你胆子挺大呀 一介小小银贼 竟然敢在水中下药 妄想染指本小姐 直接杀掉太便宜你了 难凭我心头之恨 不如 将你勇士囚禁在白府之中 做个供我随时羞辱的悲奴 不行啊 我不行的 我从小娇生惯养不怎么会伺候人 每天好吃懒做也不会习做饭 还没什么眼色做不了奴婢的 我没再跟你商量啊 白小姐还是另请高明吧 再下告辞了 小白 想走 想问问小白同不同意 既然如此 那我就只好放手一搏了 再说下去我们都要挂了 你们给我直愣起来啊 有什么好吃东西出来了 小心 这都是什么技能啊不要脸 这两个家伙就没有正常技能吗 这都是什么技能啊不要脸 这两个家伙就没有正常技能吗 就凭着领知幼苗期的小家伙 想打败我成体七五阶的白蛇 别做梦了 小白 2000 我还完了 刘风猫 你已经没有灵宠了 我看你还拿什么反抗 小乖 是 没有灵虫 这阵斗毫无省算 怎么办 那是 就知道你没死 但你的灵虫都被我打败了 还是乖乖放弃一看吧 那个是 池塘里的链鱼 你竟然把池塘里的链鱼招来当黑虫 真是狗鸡跳墙啊 做这么蠢的事 难道你不知道链鱼的故事吗 什么故事 多年前这种链鱼可谓是名造一石 因为有人把他培养成了战无不胜的巨坤 一度还先 这一片链鱼的热炸 那人们很快发现 链鱼的培养秘诀 只有灵霄格的掌门知道 其他人就算契约了 也是毫无价值的废宠 而一年前的巅峰对决 这小链鱼竟然不受控制 百事岂止 莫得了个凶寿之名 从那时起联盟就下达了古沙令 整个大陆的链鱼都被轻敲 现在他们几乎已经绝技了 白府池塘中这条 是我哥偷偷养在这里收藏的 或许是整个大陆最后一条了 你走投无路 竟然契约了这种会施主的废宠 还不如给我当奴婢 更有前途 废宠啊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 上 小年 早给你了 你在逗我 这么一条小鱼想吃掉我的白蛇 小娃 不用管这条鱼 速战速决 小年 小颖 吹了他 小颖 吹了他 小颖 小颖 这不可能 白小姐如此咄咄逼人 在下只能出此下策 吹了你的铃蠢 抱歉了 白小姐如此咄咄逼人 白小姐如此咄咄逼人 好辞 小凡 人呐 小衣腿跑了快给我抓 以我现在的势力完全是任人宰割 还好运气不错得到了这只鲶鱼 有了他就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来连锁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有多远跑多远吧 欢迎过来 两位客人有何需要 我们要进城 想租一只能载两人乘坐舒适 价格适中的灵宠 好嘞 两位客官请稍等 两座舒适行一只 路行蝎底盘低 平衡稳定 乘坐舒适 应该能满足客官的要求 不错 那就这只吧 那从现在开始计费 祝客官旅途愉快 老板 给我一只灵宠 好嘞客官 请问是个人还是门派 已经门派 灵宵阁 给你们一站有协议会员的 麻烦给我一只速度性灵虫 我赶时间 没问题 麻烦大人展示一下门派密钥吧 包括动作和口令 小鲜鱼 啪啪 大昆鱼 娃娃 灵宵阁 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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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宵阁 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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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表情 有问题吗 没有没有 我正在查 真不该让古灵池设置门派口令的 太羞耻了 我说好了 现在就教大家哦 好像没查到呀 是不是口令有误 要不再来一遍 休想 哦 查到了 是灵宵阁没错 那就没问题了 麻烦给我一只音速损吧 暗言幻影报也行 抱歉啊大人 这些灵虫以您的门派等级 还没有全线租赁 什么 这些不都是以级门派的专用灵储吗 一年前凶兽势主 联盟班不补杀令 严余已经绝肿了 我知道了 一年前的事情 肯定让灵宵阁受到了重创 灵宵阁被降级了是吗 降了多少 呃 是的 这个嘛 干嘛吞吞吐吐的 到底降成什么级别了 丙级 还是丁级 抱歉啊大人 灵宵阁已经 被除名了 回禀小姐 我们分三路追出了十余里 还是没能找到流风芒的踪迹 他可能是躲起来了 一群废物 连个小鹰贼都抓不到 好强的尾颜 就是啊 哥哥你终于回来了 哥哥 那流风芒不仅羞辱了我 还用链鱼把我的小白给吞了 你可要帮我报仇啊 可恶 欺人太甚 竟然让我好不容易收藏的绝版链鱼拿走了 这就是你二混蛋 那链鱼这么厉害 你为什么不给我用啊 厉害 它很弱啊 才挂 它一口就把小白吞掉了呀 那是链鱼的种族技能吞噬 虽然能吞噬比自己体积大很多的东西 但很容易被干扰 你只要操控白蛇稍加抵抗 吞噬就会失败 是这样吗 这招这么好破 如果你好好学习灵种的知识 也不会白白断送资质那么好的一条白蛇了 没有 我是招扎了的 所以你怎么说吧 没想到我一死 能排情衰败得如此之快 怪我 太专注自我的提升 没有吻过好门派的综合实力 但为了调查真相 门派等级的提升刻不容缓 真是没办法照顾全局啊 现在帮派瓦解 连灵虫也变成了最低的幼苗期 所有的努力 彻底归零了 你是在安慰我吗 多谢了 但我凡家的大仇未报 是不可能在这里止步的 只要还有你 我就能把失去的重新拿回来 总之 那种鲶鱼根本一无是处 而且还有侍主的风险 诗人说你是废宠 是凶兽 将你们全足灭绝 但是 只有一个例外 樊灵霄 因为他掌握着 坑无敌的秘密 那个小银贼拿着它 也只是累赘 不会有任何作为 放心 我迟早会收拾它的 这一世 我一定要查清真相 把那些挡到的 统统吞掉 老板 把我们凌霄阁账户的余额 全部提现吧 没问题 一共是六银两三十四同文 大人请拿好 凌霄阁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老板 再来一只最便宜的作家 好的大人 这也太丢人了 没关系了 小年 落魄都是暂时的 现在就带你去脱胎换骨 我们得先去前面阵子 修整一下 再让你学一个新技能 包子 卖包子 这是一片奇幻的大路 启极着众类蛮多的灵虫神兽 大路上的人们 我和灵虫 连结契约 一起结伴生活 一起战 无精灵虫 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领域 成为了世界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怎么样 这里很热闹吧 那是公告牌 用来发布一些重要公告的 看看今天都有什么新闻 杀力 看看今天都有什么新闻 杀力 照点忘了 你们种族在被全大陆通缉 在我们变强大之前 还是少让你露面为好 按照计划 先去了解一下这个流风芒的实力吧 嗨 欢迎光临 请问有什么能帮助您的 我的两只灵虫受了很重的伤 请帮忙治疗一下 顺便给他俩出一份属性鉴定书 没问题 交给我吧 久等了 两只灵虫已经接受全面治疗 休养几天就完全康复了 那 这是他们的属性鉴定书 请您拿好 感谢慧顾 期待您的下次光临 谢谢 怎么这么多奇怪的后天技能 自创呢 没想到小泰迪还有毒气的附属性啊 怪不得可以给白莲素下药 可惜腾慢腰的资质很普通 两个都还处在幼苗期 得培养起来 不过当务之急 还是想要把小泰迪练起来才行 欢迎光临 请问您要购买哪种技能 我要买防御技能 水炮 请稍等 我帮您看一下 有货 还剩最后一个了 一共四银两 太好了 等等 最后一卷水炮 我要了 我出三倍的价钱 怎么样 老板 抱歉啊 最后一卷已经被这位客人买了 总要分个先来后到吧 店家 有钱不赚 不会做生意 想和我薛大帅抢东西 老子 你是要这卷水炮 还是要你的小命 凭我现在的实力 肯定打不过他 但真理也太不讲道理了 难道就要这么把水炮拱手相让 刘兄 怎么是你 刘兄 好久不见 慢点吃慢点吃 这是几天没吃饭了 最近又染指了不少姑娘吗 还好吧 不愧是刘兄 我背的榜样 真让人羡慕 上次刘兄传授我的 催情尿灵宠技能 真是超好用 佩服佩服 果真是自创的 来刘兄 别让你看看我的收获 人形戏的鸡萌羊 你看这样貌和身材 简直是极品啊 怎么样 刘兄 要不要让你先验验货 不必了 这种货在我们红栏楼 可是超级抢手的 现在的客人 姑娘玩腻了 就喜欢这种人形戏的灵宠 我在买个水泡给他一学 到时候 看来刘凤芒和他是小鼠一窝呀 不能再和这些人纠缠了 得想办法拿回水泡 赶紧脱身 学兄 在下有一事相求 我也正巧需要这酒水泡 你看能不能先让给我 刘兄 你好像不太对劲啊 糟糕 被察觉了 没有吧 你今天怎么不喝酒了 咱俩先痛快喝酒 今天喝怕了我 水泡你就拿去 喝酒 今天是林小阁 创建一周年的日子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先干为敬 哎 掌门 你快回房休息吧 这才喝了一小杯而已啊 我恐怕不行啊 刘兄不给我面子 那这卷水泡就归我咯 不行了 刘兄 这是海量啊 呃 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 这个刘风芒酒量这么好啊 学兄 那这本水泡 我就收下了 拿走拿走 全拿走 终于到手了 得赶紧去把小年练起来 对了 还有 妈 妈 妈 你快逃吧 以后小心点 可不要再被他们捉到了 这流水 就在这里吧 小年 现在我就告诉你变强的秘诀 第一步 先学习这个灵宠技能 水泡 灵宠师可以把灵宠的后天技能 以符咒的形式 绘制在灵宠上 绘制在灵宠上 供别的灵宠学习 至于学习的方法 只需要像这样 把灵宠打开 盖在你的身上 既能符咒 就能落入你的身体 好了 现在水泡也成了你的后天技能了 哇 水泡是一个防御型的技能 而且能给他人施加 练习这个技能 要用到大量的水 所以才选在这里 小年 尝试对我用水泡吧 对 就是这样 很好 慢慢向我这边来 没关系 再来 这次很棒 许着把我包裹镜子 医生 水太多了 再来 差一点了小年 加油 就是这个效果 我现在已经完全被水膜包裹起来了 那么接下来 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 把我吹下去吧 没听错 就是用你的吞噬技能 把我吞下去 没病了 就是因为这个操作太疯狂 所以这个秘密 才只有我知道啊 放心 用水泡包裹了身体 你就不会伤到我了 相信我 快开始吧 不过以后一定要记得 用水泡包裹好了再吞 千万别像你前面那样直接吞我 那我就死翘翘了 我进来了 小年别着急 我现在就在你肚子里啊 鲤鱼族独有的先天技能吞噬 之所以能吞下比自己大得多的东西 就是因为你们体内 是一个超广阔的空间呢 吞下的东西 会在这个空间内被迅速消化掉 而被水泡完全包裹 就不会被消化了 找到了 这些小年吞下的白蛇 就被消化得干干净净 变成了这些东西 而这些 就是能让我们迅速变强的宝贝 好了小年 让我出去吧 灵蠢变强 需要提升灵力 而提升灵力的唯一方法 就是不断的训练和战斗 这是一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 但只有我知道 还有一条结迹 灵蠢的灵蠢 会在你腹中空间内 被炼化成灵源 你看 这就是那条白蛇 炼化而成的灵源 那条白蛇主属性是兽系 副属性是火系 所以炼化出了 兽系和火系两颗灵源 而你们三个 分别是水溪系 藤系和兽系 这颗兽系灵源 正好和小泰迪的属性匹配 吃了它吧 小泰迪扶下它 就可以直接提升灵力 你们还处在幼苗期 而白蛇 却已经是成体七五间 它拥有的灵力 比你们多得多 所以它炼化的灵源 可以直接让小泰迪 获得巨大的提升 小泰迪本来是幼苗期八间 现在已经提升到幼苗期满阶了 现在就可以进阶到成体七了 小泰迪进阶之后 体型也改变了 余下的灵力还让它 直接提升了六间 这 就是让你们迅速变强的捷技 那么接下来 我们只需要在这片林子里 寻找兽系 成系 和水溪系的灵虫 用过小泰迪的吞噬 把它们炼化成灵源 给你们快速升级 等你们都变强了 我们就去重制雷霄阁 没错 这就是只兽系的灵虫 小年可以把它炼化成兽系的灵源 供小泰迪提升 不过这只灵虫估计才幼苗期三间 提供不了多少灵力 就不要浪费体力了 放过它吧 我们需要找稍微强大一些的灵虫 这样性价比更高 比如那只 看起来就很不错 小图曼控制 小泰迪主公 小年找机会吞噬 终于把那只毒蛤蟆吞了 太大意乱 他的毒性太强了 现在大家都中了剧毒 得尽快想能够解毒 小泰迪 是你给我解了毒 太棒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原来是这样吗 请点一下收获 毒蛤蟆练成了水溪系 和毒系两颗灵源 水溪系拿来给小年提升 毒系可以给小泰迪提升副属性 小同盟 放心吧 接下来 我们就去寻找藤系的灵虫 不会让你掉队的 这样你们的提升速度 至少会提高二十倍 在这里待两周 能抵上别人一年的训练 不过这样也会有弊端 灵力提升太快 缺乏实战 所以接下来的两周 我也会狠狠地锻炼 你们的实战能力 嘿嘿嘿嘿 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哦 我宣布围棋两周的魔鬼训练 正式开始 预期目标基本完成了 大家都很努力 辛苦了 那么接下来就 向灵霄阁进发 才短短一年时间 怎么就变成这副模样了 连守门的弟子都没有了 门也大长着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大家现在怎么样了 一个废物门派 还占着这么好的风水宝地 真是浪费 这里回我们锯盘帮所有了 不想死的 就赶紧卷破盖走人 师弟 你没事吧 可恶 刚才他们突然闯进来 巨乌盒之众 都敢来犯我灵霄阁 把我们当什么了 火大 暗影猫 终于出来了 我调查过 你们的灵宠 已经被其他门派杀得差不多了 也就只剩下这只猫强撑了 杀了它 灵霄阁救归我们了 兄弟们 一起上 强撑 我想你们是对暗影猫的实力 还有什么误解 黑咪 切碎他们 他是速度型的 别让他靠近 一起上 好 上 一群砸碎 也敢来打我灵霄阁的主意 无自量力 啊 被逼 小心 黑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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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坐起来 黑咪 那只蠢猫被我搞定了 大哥太厉害了 现在灵霄阁 一只能打的灵虫都没有了 还不是认我们宰哥 一群认不清现实的蠢货 你们灵霄阁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老子现在随手就能把你们灭门 就接纳你这个罪不开眼的几天 又想啊 谁 哪来的杂碎 也敢放我灵霄阁 这是 活得不耐烦了吧 掌门 还不快滚 烟花了 这是谁 不认识啊 师姐 哪来的臭小子多管闲事 快点滚蛋 要不让你一起陪葬 闲事 这里本来就归我管 小太帝 是时候展现咱们的训练成果了 又一个脑子不好使的 你这破狗 怎么看也是成体级 拿什么 跟我助灵旗的灵虫斗 不过 承向死的话 成全你 骨头的团球防御 能挡下我的爪击 还毫发无损 不应该啊 太弱了 小太帝 让他尝尝你的爪击 什么 怎么回事 一只破狗居然能打赢我的莫龙溪 见鬼了 这些家伙的实战经验太差了 一上来巨西就中了小太帝的虚弱尿 还没有察觉 不被虐才怪 兄弟们别怕 他就一个人 双拳难敌四手 把副宠也召唤出来 我们的副宠不够强 先别管那只狗了 直接攻击灵宠尸 又来 女生卑鄙 一点灵宠尸精神都没有 大哥 这招太好用了 山草除根 千万别让那小子跑了 快追 陈霍 你们以为我真的要跑吗 我只是想让你们的灵宠 从这个狭窄的门里通过 方便我一网打尽吧 他还有灵宠 而且实力远在我们之上 小年 有朋友来给你投食了 快谢谢他们 感谢你们的资料 我正愁找不到这么多高品质灵宠 那是 坤 不对 是坤的幼体 粘鱼 联盟不是早就发了 联鱼的捕杀令吗 对啊 小子 你竟然敢养联盟违禁的灵宠 要看上大事了 如果我们去联盟告发你 不仅你的联鱼要被捕杀 你还要坐牢的 怕了吧 把你们都吞了 不就没法告了 哈哈哈哈 大哥 他说的有道理啊 不过你们这么恶心 小年才下不去口呢 小泰迪 还是你来处理他们吧 你打瞎招命啊 小泰迪 还是你来处理他们吧 你打瞎招命啊 这是干嘛 小年正在被全大陆通缉嘛 难免会暴露 所以我为这种情况 做了点准备 你们中了我刚给小泰迪 研发的健忘尿 刚才的事情 就忘了 少侠 你没事吧 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 想不起来了 发生什么事了 我的灵宠呢 怎么感应不到了 喂 你们几个再不走 我可要动手了 那怎么还有一只灵宠 我们先撤 他们的灵宠呢 都被我打跑了 这次灵宵阁大难灵头 多亏少侠体身而出 如此大恩 不知如何敢 谢 再见到你们 真是太好了 不要让我一身相许吧 少侠 冷静啊 忍不出来了吧 抱歉 您是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是 对 我不能说 神魂必定神魂 一定是有人动了手脚 也要正于死地 这个人或许就在我身边暗中观察 甚至可能是我最熟悉的人 一旦知道我重生了 或许会再次对我出手 以我现在的实力 根本无法自保 不仅没法重振灵宵阁 还会影响到樊家真相的调查 甚至波及 灵宠人的安危 所以 我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至少现在绝对不行 只是跟姑娘一见如故罢了 你好你好 我叫刘风芒 是个采花 是是是是个花匠 灵宵阁地自古灵 谢过刘少侠大恩 别客气了 快带我进去跟大家见见面吧 各位同门 这位就是刚刚出手相助我们的刘少侠 多谢少侠 路径不平 把手相助嘛 大家就别客气了 大家都还在 真是太好了 师兄 黑咪死了 刘夜 快来 终于逮住了 这只暗影猫的速度简直太快了 是百里挑一的极品啊 恭喜掌门了 干嘛 什么 真的送给我 看你那么喜欢 好好培养哦 放心吧掌门 我一定跟他不离不弃 把他培养成最强的灵宠 黑咪是以前掌门送给他的 他最心爱的灵宠 师兄 别难过了 我要走了 什么 你要去哪儿 我的灵宠都已经战死了 灵宵阁也回不去 是我在这里 已经没有意义了 抱歉 我要离开灵宵阁了 师兄 别走啊 灵宵阁还没完呢 我 我可以帮助你们重新 得了吧 你以为你是谁 我 生生吧 我们灵宵阁需要你一个外人来可怜吗 告诉你 以前的灵宵阁可是天下第一 你这点能耐 根本就不值一提 师兄 别这样说 抱歉啊 刘少侠 师兄他太伤心了 有点激动 你别往行李去啊 喂 我是看了招募铁来的 这里是灵宵阁吗 啊 对对 你是来入派的吗 快进来 你就是掌门吗 这么年轻 你们现在有几个人了 呃 我会只有你一个吗 加上你不就有两个了吗 你们现在有几个人了 呃 我会只有你一个吗 呃 加上你不就有两个了吗 你们这里好小啊 门口连个牌匾都没挂 是因为缺钱吗 派服设计的不好看啊 我更喜欢红色的 住宿条件不怎么样吗 茅测还是共用的 也不知道有没有热水 哎 到底有没有前途啊 哎 既然你这么嫌弃的话 还是 不过这些都无所谓 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帖子上说 要打造天下第一的门派 不会是吹牛吧 有信心吗 当然 好 那我加入了 可别让我失望 一起成为天下第一吧 师兄 你不能走 我们还要 还要继承掌门的遗志 接受灵宵阁啊 咱们已经死了 啊 灵宵阁是他一个人撑起来的 没有了他 我们什么也不是 段姨 你这个混蛋 不许这么说 我们 我们还可以 接受现实吧 灵宵阁一年前就已经死了 我要忘掉这里 重新开始 各位 保重 小五 李正 你们大家圈圈师兄啊 抱歉了师姐 段师兄 说得对 灵宵阁现在 已经名存实亡了 我们的灵宵都被杀了 资源也被抢了 平级都已经降到散派了 再这样下去 也就完了 所以 我们也要离开了 感谢师姐的照顾 我们也不得不去另谋出路了 你们这是在搞什么 不 你们不能走了 都给我站住 不 大家不要走 雷宵阁没有死 其实我就是 就是 但我真的不能说呀 大家请相信我 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能解决所有困难 是灵宵阁 重新回到正轨的 灵宵阁在上 望今后 一切安好 为什么呢 再给我一点时间 一定可以的 大家别走啊 别走 师姐 你别难过了 小夕 你还在啊 师姐 我最落魄的时候 是你收留了我 你在哪儿 我就在哪儿 小夕 师姐对不住你 在灵宵阁最没落的时候 把你带了进来 我光受了苦 还耽误了你的发展 师姐 你别这么说 现在灵宵阁人去楼空 只剩下咱们两个了 今后 哎呀 我说谷姑娘 今天走了这么多人 这午饭 到底做几个人的 哦对 月姐还在呢 哎 这话说的 我能去哪儿啊 我可是跟你们反掌门 签了五年合同的 现在时间还没到呢 要想让我走也可以 合同上说 辞退要补偿三个月工钱 拿来吧 哎 我不是这个意思 哎 师姐 你们先停一停 那位少侠还在呢 我们是不是 太冷落他了 啊 刘少侠 真是太抱歉了 今天您帮了那么大的忙 是我们招待不周 请务必在闭派歇息一下 用些粗茶淡饭吧 我要入派 啊 刘 刘少侠 你说什么 我要入派 啊 刘 刘少侠 你说什么 因为贾金门派 才能有调查 凡家灭门案的权限 所以我建立了林霄哥 而且为了快速今生 我只顾着提升自己的实力 几乎是以一己之力 抗衡其他门派 虽然近生的确迅速 但忽略了门派中的其他人 现在回过头看 我不但没有关心过大家的情况 甚至帮大家提升实力 这种掌门基本职责 都没能做到 大家若是信任我才加入林霄哥 只落得如此下诚 我真是太失职了 刘少侠说笑了 B派已经沦为民间散派了 以少侠的实力 哪能取尊在这里 别说了 我要入派 我发誓 一定要重振林霄哥 我会再让任何人离开 既然少侠执意要入林霄哥 我们当然是一百个欢迎 那么 我们举办一个简陋的入派仪式吧 那 参拜创派的前掌门 这是什么操作 我拜我自己 还有 这个画像是谁啊 这是前掌门的画像 没错 画像是古师姐画的 据说百分百还原哦 哪有 也就九成了 樊掌门在上 刘凤蒙从此拜入林霄哥文下 愿继承您的意志 倾尽全力 让林霄哥成为天下第一 师姐 我总觉得 他有点热情过头了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放心吧 不会有问题的 不知道为什么 我第一眼看到他 就觉得他很熟悉 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那刘少侠 我们以后就以师姐弟相称了 再介绍一下吧 我是古灵 这位是晨曦 我也有师弟了 刘凤蒙 拜见师兄师姐 虽然我们门派很小 但还是简单的带你熟悉一下吧 那 这边是会客厅 那边是练工厂 那是厨房 月姐正在里面给我们做午饭呢 这里是后院 算是林霄哥的生活区 这边可以冲凉哦 这里 就是男弟子的寝室了 我师姐 你怎么不销门就这样啊 刘师弟 大家都走了 除了我睡的这里 其他地方 你随便选吧 不过 你最好离我近点 晚上人太少 我有点害怕 好了师弟 林霄哥 已经带你赚完了 派服因为都被大家穿走了 现在经费又有限 暂时只能委屈你 穿自己的衣服了 对哦 应该让他们脱了衣服再走的 啊 对了 我那里还有一套 不过是女款 要不 不 不必了 我这身挺好的 还要学习一下帮派的秘识 一些联盟的设施 可以通过帮派秘识来使用 虽然 我们现在的权限少得可怜 刘师弟跟我一起学吧 好 小鲜鱼 啪啪 大昆鱼 哇哇 林霄格尔 摸摸哒 哇 师弟 你学得好快啊 简直不像是第一次做呢 那可不 熟练得让人心痛 好了 时候也不早了 我们去吃饭吧 小刘 来尝尝月姐的手艺 抱歉了 师弟 经费紧张 吃不上什么好菜 月姐 现在就咱们几个人了 坐下一起吃吧 好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大家开动吧 喂 吃个饭不要这么压抑啊 人生起起伏伏 可饭还是要吃嘛 对对 月姐说的没错 今天是刘师弟入派的日子 应该庆祝才对 以师弟的实力 我们这次帮派晋升 很有希望了 帮派晋升 你说的 是下个月联盟的帮派考核吗 没错 下个月的帮派考核 我们已经报名了 如果能通过 就能从散派 升到丁几门派 大家为此训练了很久 本来是很有把握的 可是 人这么一散 恐怕连考核人数都凑不够了 对哦 考核要出四个人 我加上师姐和师弟 也只有三个人 现在门派这状态 应该也招不来人 这可怎么办 月姐可以 对哦 考核要出四个人 我加上师姐和师弟 也只有三个人 现在门派这状态 应该也招不来人 这可怎么办 月姐可以 啥 我 小刘 你去别逗我了 我有一个扫地做饭的 动个屁的灵宠啊 哎 对哦 月姐可以的 凡小们以前说过 你们可别小看了月姐啊 她的灵根 比你们在座的很多人都强 她只是一个 不愿做灵宠时的厨子罢了 啊 什么嘛 那是掌门在调侃人家罢了 月姐 现在是灵宵阁最危急的关头了 求你帮帮我们吧 是啊 月姐 就拜托你出山吧 哎呀 人家在灵宵阁这么多年了 大家又对我这么好 力所能及的事情 必定赴汤蹈火了 只是 灵宠这方面我一窍不通 怕拖你们后腿啊 哎 是 反掌门都说 月姐灵根很强 肯定一学就会 很简单的 你就试试嘛 求你了 嗯 好吧 那就 试一下吧 嗯嗯 太感谢月姐了 不过 又当弟子又做杂物啊 工钱是不是得发两份啊 这 开玩笑了 但缓过来再说吧 太好了 又多了一个师妹 刘师弟 你也有师妹咯 既然凑齐了人 不如我们直接 把新掌门也选了吧 反正考核的时候 也要定下来的 以前掌门的人选 毋庸置疑是段叶师兄 他入派最早 实力也最强 可惜 他现在离开了 那现在的人选 也是毋庸置疑的了 啊 我刚来 怎么好意思 也许是古世界掌门 大家都没意见吧 赞成 大姐掌门 哦 你们这么叫 恍惚间 还以为在叫反掌门呢 那 我就先代理掌门一只 大家放心 我一定努力 让林萧哥好起来 好久都没有这么振奋了 掌门 我们下一步做什么 当然是捉成宠 你说吧 刘师弟 不不不 掌门您说 嗯 因为总有人来 林萧哥抢掠 我们的灵虫 都被杀死了 现在我 小夕 月姐 都没有灵虫 所以当务之急 就是先去捕捉灵虫 并且尽快练起来 以应对接下来的考核 没错 师弟别插嘴 听掌门说了 不过 我们周围的优质 林宠栖息地 都被其他门派霸占了 别处也捉不到 好自治的林宠 我知道一个地方 啊 在哪儿啊 前世升级黏狱的时候 在周围疯狂的刷林员 发现了几个人际罕痴 林宠自治又好的地方 没想到 现在还能派上用场 事不宜迟 我们这就动身吧 这条路我经常走啊 师弟 你确定这里有神秘的林宠栖息地吗 你要走路都能看见 不就不神秘了 好了 前面就快到了 大家谨慎一些 把我们来时的踪迹清理掉 让别人发现不了 我们就能独占这块地方 用来发展了 分头观察一下周围 没人看到吧 哇 师弟太谨慎了 学到了 好了 快过来吧 这块石头后面 就是我跟你们所说的 神秘的奇心锁 流龙鼠出来了 这是我抓到的 这就是你所谓的 人精罕痴 我先抓到的 你放手 别人吗 你先放 明明是我先 师弟 看来你说的灵宠栖息地 已经变成人类栖息地了 要不换个地方 莫荒 大家跟我来 没人跟过来吧 好像没有 师弟 我们并没有责怪你 你何苦要 这里的山壁上 有一个隐蔽的小平台 然后顺着这条裂缝 还能继续往下 小偷们 交给你了 好了 我们下去吧 到了这里 才是我跟你们所说的 真正意义上 七夕地 而且这整个七夕地的灵主 应该就在这个地穴 什么 这里居然有灵主品相了 灵主 灵主 那是什么 你们别光顾着自己讲 也要给月师妹这个新人 做好科普哦 月师妹 灵主根据强度 或者说是稀有度 划分出了不同的品项 品项 呃 是什么幼苗 成体 助灵那些吗 不对不对 那个是灵虫的等级了 我说的品项 是灵虫的厉害程度 等级越高越厉害 难道不对吗 越体越糊涂了 不是的 总之这个 呃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怎么 让我来吧 月师妹 先问你一个问题 等级完全相同的一只猫 和一只虎 你觉得哪个更厉害呢 应该是虎吧 完全正确 这是因为在兽系中 老虎这个品种的品项更不 月师妹 先问你一个问题 等级完全相同的一只猫 和一只虎 你觉得哪个更厉害呢 应该是虎吧 完全正确 这是因为在兽系中 老虎这个品种的品项更高 品项 总共划分为四级 士族 就是最常见的那些灵虫 比如 我这只疼慢腰 还有刚才提到的猫 战将 就是更厉害一些的灵虫 往往拥有更强的实力 也相对更稀少难寻 刚才说的虎 就是战将级别的 灵主级 就更厉害了 非常稀有 一片栖息地 可能只有那么一两只 而且实力超凡 至于帝王 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了 咱们反掌门的坤 可就是帝王级的 厉害吧 既然说到了坤 灵虫的品项 也是可以通过培养提升的 年鱼培养成坤 就是这个意思 总之 可以理解为 同样等级下 品项越高越强 这么讲月师妹 能明白了吗 完全懂了 厉害啊 小刘 哦不 刘师兄 哇 刘师弟 你太厉害了 讲得真清楚 可反掌门有一拼 哪里哪里 我比他差远了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既然品项高得更好 为什么还要抓那些士族 至少可以抓战将级的啊 我不是针对你啊 就是想到了问一下 这个我可以说清楚了 让我来吧 因为灵虫师的灵虫池 是有限的 啊 灵虫池 你们平时搜一下 把灵虫收起来 就是进到灵虫池里了吗 没错 每个人都有一个 可以容纳灵虫的空间池 池子会随着灵虫师的修为 提升而扩大 但终究是有限的 而品项越高的灵虫 占据的空间也越大 也就是说啊 品项高的灵虫 可能只能抓一只 低的就可以多抓几只 是这个意思吗 哼 看来我讲得不错嘛 月师妹没经过修炼 一只战将可能就填满了 就算反掌门那么厉害 一只狄王 也让他的空间没办法容纳其他灵虫了 多只士族品项的灵虫 通过配合 也能轻松击败高品项的灵虫 所以 不要太过渴求品项 后天的培养更重要 这次是因为考核迫在眉睫 需要尽快提升 才抓高品项的 好了好了 科普差不多了 我们还是快去抓灵虫吧 要不 观众都不耐烦了 诶 我在说什么 诶 那个也是灵虫吧 看起来不怎么厉害 是士族品质的 没错 花系的石葵 是士族品质的 看形态是幼苗七五六阶的样子 哇 刘师弟怎么这么厉害 什么都知道呢 花木相看啊 呃 我是个花匠嘛 哇 那个看起来厉害一些 是战将吗 这是学猴 也是士族 士族品质的灵虫 一般都比较温顺 再高品质的 就危险了 千万要小心 哦 那这个 一定是战将了吧 看起来好凶啊 三条尾巴 是助灵虫的叶尾湖 不对 这里怎么会有野生的助灵虫灵虫 大家小心 那只灵虫是有主人的 还是 刘师弟 你们几个 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这里已经被我独占了 你们快点滚蛋 不得 别怪我不客气 这里是联盟规定的公共灵虫七七地 大家谁都可以助灵虫 你凭什么独占 凭什么 问问我的面围也好吗 怎么办 我们连灵虫都没有 干不过它呀 别慌 把你们的召唤环都亮出来 虽然没有灵虫 但环还可以切换颜色 用这个威慑的 表情也要到位 不自量力 做凭你这只低级的破狐狸 你们都别上 这种弱鸡就交给我吧 嘿嘿 用哪只灵虫练手好呢 三个人召唤环颜色切换了八次 也就是至少有八只灵虫 而且听口气 不是很好对付呀 燕文 罢了 联盟规划的公共区域 杀了人确实有点麻烦 先放他们一马 我们走 公平竞争 谁抓到就算谁的 你们可别耍赖 成功了 眼睛真好 什么声音 这个威慑里 是灵主出现了 快走 快 别被他抢先了 那个 就是灵主品相的灵虫吗 是曾经集的灵虫 灵主品相的灵虫 都拥有自己的特殊技能 很难对付 大家小心 做好了 谁先抓住就是谁的 你们可别玩鹰的 燕文 上 谁在装逼 好自演 什么感觉都没有 他在干什么 快看 那是怎么回事 我的颜色呢 这是什么技能 这技能很诡异 大家快躲起来 师弟 你自己能对付吗 哎呀 我们没灵虫就别给他添乱了 先保护好自己吧 刘师弟有两只成体满阶的灵虫 实力上 完全能够应对 关键是 那只灵主的特殊技能 到底是什么 这技能连诡计都没有 根本躲不开 看起来像石化效果 但身体并无一样啊 可能是还没发挥作用 还是尽快想办法破解为好 变回来了 小心 看他的脚 这是 有毒 怎么办 又是你中毒了 小太迪 快 解毒尿 中毒了 快对我用解毒尿啊 快 无效 这什么毒 人东西的小太迪都扛不住 乘祸 都不会躲一躲嘛 那灵主可就归我了 他的火力被打穿了 叶维 听着叶维 我这就给你包 这伤口总是平的 窟窿和血 都像是画上去的一样 这么久了 也毫无一样 难道我的毒也不是真的 都是假的吗 我明白了 他的特殊技能 可以吸取我们的颜色 再用上色制造假象 原来如此 被这家伙耍了 小心后面 嚷嚷什么呀 后面不就是你 是他趁乱调换了我们的颜色来迷惑你 他技能用得很娴熟 看来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招数 小心点 有意思 竟然还能这么玩 不过只是改改颜色 根本没有实质性的伤害 奇迹赢巧罢了 果然除了变色 就只有普通攻击了 叶伟 拉开距离 用远拳进来解决它 叶伤 叶伟 为什么 他可以隔空攻击 看他的主干 他将另一端变成了环境的颜色 无人真看 根本察觉不到 可恶 这家伙太狡猾了 燕尾又受了伤 看来只能 喂 我们合作吧 抓到之后公平分位怎么样 先能抓到再说吧 我只有这两只成体骑的士族吧 原来你们刚才在耍我 别废话了 小心一战 我的两只都偏控制 我来限制他 你主攻 小太敌 成功了 小童们 不好 他把自己的颜色 刷在石头上 而自己 换了石头的颜色 眼睛都要闪瞎了 他跑哪儿去了 西角熟猫不是敏捷型的 不会这么快逃走 小心 可能是利用颜色隐藏在周围了 同样的招式 还想用第二次吗 影子可藏不起来 叶维 并且连椅子也是画的 小心 小心 这也太夸张了吧 好运 好运 看得我脑壳疼 啊 哇 师弟 挺住 我来救你 啊 小太敌 你怎么看到他的 我中毒了 快对我用解毒尿啊 挺转 叶维 那个方向 蒙哈尿 可恶 到底在哪里 成功了 我们抓到领主了 一群扯祸 你吃我了 混蛋 你不守信用 别跑 再见了 笨蛋们 感谢你们帮我打勾 再也不见了 baby 给我回来 再也不见了 baby 给我回来 这个混蛋 竟然有飞行灵宠 追不上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领主被抢走了 再去抓别的吗 稀有灵宠 哪有那么好找 暂时没地方待了 还是明天去市集的交易所 碰碰运气吧 掌门 他刚才用的是 副灵所吧 嗯 没错 副灵所 是一种 可以限制灵宠灵力 并让主人 无法招回的绳索 因为造价高昂 功能也有限 使用的人并不多 能在这里碰到 大概率 就是那个帮派 自 在 将 松木川 求见幽舵主 他们表面归顺联盟 但背地里 却做着违法的勾当 不久前 他们还进犯了灵宵阁 不仅抓了我们的灵宠 还抢了很多材料 刘舵主 我抓来了一只灵主 哼 可以啊 苏木川 没想到 你真能抓来灵主 副灵所 还好用吗 本舵很是欣赏你 不如 加入我们自在教 少废话 灵主我已经带来了 按预定 放了我的寒尾 哼 不识抬举 来人 把他的寒尾湖去了 别怕 没事了 我现在就带你走 优扬 你干什么 很明显 让你无法招回灵宠啊 无信的人渣 我要杀了你 啊 蠢祸 没有价值的人 还留着做什么 倒是你的冰虎二胡 还能打包卖个好价钱 把那只狐狸抓过来 瞧一瞧 看一看 灵主便宜卖了 又是灵主用品 清早大甩卖 最后一天 我们门派现有的积蓄 加上之前在驿站存的钱 虽然 买不到特别好的灵主 但逃一只战将 应该绰绰有余了 太好了 灵霄格尔 么么哒 麻烦您把我们的会费 全取出来吧 抱歉啊 你们的账户上 已经分文不剩了 钱全没了 哪个车都得干的 我突然想起来 我还有一些积蓄可以用 我去取一下 很快就回来 你们先随便逛逛哈 不用跟过来 以我现在的条件 想快速搞钱 看来只能去那里了 联盟的大规模捕杀鲜鱼之后 垃圾真是太难处理了 那边的建筑垃圾 处理掉一旦 给你算二十通文吧 没问题老板 这片区我包了 不用让别人来了 你忙你的去吧 小伙子 年纪轻轻 口气倒是不小啊 现在没人了 出来吧 小年 小年 干活了 把这些垃圾都处理掉吧 哎呀 拜托了嘛 帮帮忙 一会儿赚了钱 给你买你最爱的虾皮吃 刘师弟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还神秘兮兮的 这么小个市集 有啥可赚的 而且还没钱 我们去那边看看 有什么新告示吧 哇 快看这个 宣赏五金利呢 好高啊 这不是刘师弟吗 不会吧 刘师弟 竟然是个采花贼 呃 藏得挺深嘛 所以 还和他睡得那么近 应该没对我做什么吧 赵门 你怎么看 嗯 看起来不太像 把 也可能是白府栽赃他呢 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我们还是先暗中观察一下 大家就等了 你们在干啥呢 没事 那我们就赶紧去购物吧 我现在的钱 足够我们买三只战将 来钱那么快 果然有猫腻 难道 话说 刘师弟正在被通缉 还这样招摇过世 没问题吗 嘿 那个灵魂画风啊 跟掌门尼有一片 谁能看出来呀 哇 你们不太对劲啊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吗 瞧一瞧 看一看啊 热门灵虫 应有尽有 全场最便宜的灵虫 同扫无期 我不太擅长战斗 想要一只治疗型的灵虫 我看这只就不错 好可爱呀 不过二十两银子太贵了 没关系 我这的钱足够 不不不 怎么好意思让刘师弟出钱 非常时期嘛 以后门派赚钱了 可以再还我的 别客气了 等一下 老板 你这只灵虫卖相不行啊 你看这个翅膀都有点卷了 个头也不大 还有这里的颜色 看起来不是很新鲜了吗 这你不给便宜点 大姐 这不是在菜市场买菜啊 十两银子就买到了 爹姐真是太厉害了 十两银子就买到了 爹姐真是太厉害了 那我就直接和她起约了 太可爱了 以后就叫你香香吧 我想找一只 别人一看就不敢靠近的灵虫 这只不错 选定了吗 那交给我吧 老板 你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贵了 月姐 我们都有灵虫了 你也快选一个 我还没想好选什么啊 有看起来比较好吃的吗 真是在买菜啊 美女 过来瞧瞧新出炉的灵虫吗 那个 是我们抓的熊猫吗 肯定是 灵虫很稀有的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拿来卖了 混蛋 那个白毛在哪 我要揍扁他 把灵虫拿回来 不对 你们看那边 他怎么可能连自己的灵虫都卖了 你畜生 有客人上门给我好好表现 打死你 美女 这灵虫看起来兄 其实很听话的 这个人是自在叫下手的灵虫贩子 西角熊猫果然是被他们抢的 掌门 能不能想办法 帮我吸引他的注意力 交给我吧 哼 这对引渡是我们抓到的 还给我们 嗯 胡说什么呀 这是野生的灵主 有没契约 凭什么是你的 我想起来了 你们这派服 是那个灵虫阁的吧 上次自在叫刘首梅全灭了你们 几只丧家犬 还不乖乖夹着尾巴做人 你敢再说一遍 怎么 想在市集打架 在公共场合 用灵虫打斗会被联盟处罚哦 你们灵霄阁还有钱交罚款吗 喂 熊猫灵主 想收拾那个混蛋吗 快滚吧 小丫头 喂 老板 我干了 你的灵主 车上打动逃跑了 可恶 这个死畜生 怎么还会打动 熊猫灵主 真是太聪明了 给了他一块布 他就自己上色 做出了逃跑的假象 嗯 我还要复仇 大家小心 什么 他在干嘛 他居然亮出了自己的契约 岳师妹 记得昨天我跟你讲的吗 当灵虫展示出自己的契约环 灵虫师的灵虫持面积 只要足够容纳他 就可以和他缔结契约 可是 他刚才和打了小泰迪 为什么转头就要跟我们契约 他好像 想让我们带他去找自在教报仇 这熊猫复仇心好重啊 有点吓人 哎呀 灵虫竟然主动要和我们缔结契约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事啊 快 谁来啊 我刚可想想契约 肯定没有在契约一只灵主的空间了 你们来吧 对啊 我刚契约了次倍 空间也不够了 吃算了 刘师弟只有两只士族 空间应该还够吧 只能便宜你了 羡慕嫉妒恨 还是留给月师妹吧 月师妹都没修炼过 最多也只能装下一只战将吧 是啊 我不行的 刘师兄 你就别下客气了 我试试怎么知道呢 对啊 月师妹先试一下吧 不行的话再给刘师弟 也没什么损失 就按我昨天教你的那样 这只手放这 都说了我不行吗 哎呀 丢死人了 这边手指要伸直的 要不 气息不顺畅 我 这 怎么回事啊 啊 契约成功了 恭喜月姐 洗涤领主 反掌门说月师妹 自治过人 果然厉害 月姐领主出了这么大 真的没修炼过吗 他们好像想告诉我们什么 好像意思是 他们的主人被抓住了 让我们去救他 要我们去救那个 言而无信的白毛 看他的灵宠这么忠诚 有点不像自在教的风格 他不是自在教的人 也是受害者 灵宠是若被杀死 灵宠会很久无法契约 如果他不是自在教的人 那自在教应该再折磨他 想让他主动解约吧 那 要去救他吗 不会是轩套吧 不会的 那个白毛明显是个独行侠 自在教以他为诱饵 也钓不到什么鱼 但问题是 我们现在还打不过他们 自在教具体什么实力 干着是的 应该是不远的自在教分舵 又有会 上次来攻打我们也是他们 有两只助灵战将 剩下的都是成体骑灵宠 还好 也许有抗衡的可能 灰门派吧 我给你们开样东西 刘师弟要给我们看什么 什么隐形的 找到了 这是昨天在我房间里发现的 哇 是坟长们留给我们的字条 哇 他给我们留了什么 应该就是这棵树了 投包吧 看 真的有东西 又有一张纸条 快看看 写了什么 本派的大家们 看到这段留言 说明我已经遭遇不测了 没想到 会以这样的方式跟你们联络 真是尴尬 我以前一直不过关心大家 也没有把最好的东西交给你们 现在 一定很辛苦吧 这都是我的失职 真的非常抱歉 不过无论发生什么 都请大家不要气馁 我们还有机会 失去的 我们一定会夺回来 灵霄阁势必重振 也一定会成为天下第一的门派 拜托大家 我会永远陪在你们身边 见证你们的辉煌 我给你们留了些东西应急 能让你们在短期内迅速提升 盒子里有我写的详细使用方法 打开盒子 勉强 然后火力全开吧 苏木川 和你的两只狐狸解约 就不用承受这些痛苦了 但我傻嘛 急晕了 你就可以直接杀了我 既然你都知道了 何必还要多承受这些痛苦呢 又不会有人来救你 迪玺 快应战 外面怎么回事 多主 不好了 他的两只狐狸自己回来了 什么 而且还跟了一个人 不 不对 还有三个 我在休闲世界朝九晚五 昆昆天下 每周三周六更新 各位观众老爷多多追更呀 居然是凌霄阁的残兵败将 这么快 又有成品灵宠了吗 不过你们赶着送死 真是少见 这些不怕死的愣头青 就交给你们了 我要活的 放心吧 舅白木耳 你干嘛去啊 舅猫 怎么在这儿 哇 哇 叫白木耳快住手啊 你也太记仇了吧 被动了 不是说宁宠都很服从主人的命令吗 我的怎么不是这样啊 你也太记仇了吧 上吧 别锁禁杠 上吧 嗯 嗯 血 哎 哦 不好被击中了 不是说灵宠的咸多和技能受主人控制吗 怎么完全不听我的 这熊猫是个傻子吗 居然和我的灵宠硬章 现在这是逃跑的好机会 真是天助本大爷了 叶尾残尾 你们怎么也在这 你说是那些家伙救了你们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苏木森 你还想趁烂逃跑吗 谁要逃了 本大爷还没报仇呢 看来你还没被电构 合体 灵活聚和剑 蠢货 元素系灵宠是没有实体的 可我 想击杀元素系灵宠 得摧毁他的元素核心才行 怎么办呢 承熙 我们来解决这个 我们来解决这个 昏昏天下 每周三周六更新 各位观众老爷多多追更呀 承熙 我们来解决这个 我们来解决这个 他的灵宠是如土复风的 防御和速度都不弱 承熙 此辈的技能你研究清楚了吗 没问题了 他除了自己会找刺和射刺以外 为他舔过的地方 也会找出刺来 没关系的 香香 忍耐一下 有了刺可以保护自己 嗨 不丑了 我觉得刺杯只是单纯的 想舔香香 香香 你给刺杯加上一盒灵粉 这样 刺杯恢复速度也会变快 好了 上吧 刺杯 刺球 刺杯 烽火轮 错了 根本打不动它 什么臭鱼烂香 他也想击破气动者的防御 开胖 气动者 你没事吧 不行啊 我们一个辅助 一个精湛系的 打起来太吃亏了 有时力还要脱出剁主呢 我们必须尽快拿下 再来 打出配合 一举气败它 哎呀 看装扮不像灵霄格的 专门请了外援吗 不过你的灵宠也太弱了吧 弃略灵霄格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很嚣张了 前提是 我想来再说 就凭你意义 别想抗衡住灵八街的灵主 你面对的是整个灵霄格 只要我拖住你 给他们争取获胜的时间 面对我们的合围 你必死无疑 你面对的是整个灵霄格 只要我拖住你 给他们争取获胜的时间 面对我们的合围 你必死无疑 你觉得他们能赢 我是谁 为什么会在这里 好险会厨房牢牢试试做菜 小白木儿 可恶 金刚报废了 这该死的熊猫是疯子吗 小白木儿 你醒醒啊 好在两个灵宠同归于尽了 这个废物轻而易举就能杀掉 救命啊 就在杀了你 堕住也不会生气的 是谁 是谁 等一下 小白木儿 让 我跟你走吗 来了 来了 到底谁是主人了 可恶 核心太小了 根本攻击不到 坏兽有斗 先把你的狐狸炸成飞灰 再慢慢折磨你 北地之一 吓到威力 叶伟 韩伟 轮到你了 什么 怎么可能 纯正的兵是绝缘体 原来兵可以抵御雷电 有了 叶伟 韩伟 来 来吧 本大爷现在不怕你了 可恶 核心太硬了 没能完全破坏 竟敢偷袭核心 不过没下次了 现在就要杀了你 什么 多谢 韩伟 紫辈 马尘 狗狗灵粉 废物 不陪你们玩了 给我去死吧 我在修天世界朝九晚五 昏昏天下 每周三周六更新 各位观众老爷 多多追更呀 自备 乱射 火补灵粉 废物们 不陪你们玩了 给我去死了 什么 分毫未伤 成功了 想象一只散播的灵粉 展现效果了 果然 稀奇的地方 被大量灵粉堵塞了 剑鬼 赶紧清理掉 好机会 我们用那招 好 成功了 别高兴太早 我还有副宠收拾你们 没机会了 这家伙可以通过 眼睛移动 很难缠 太低拳 疼没药 射 困兽游动 不好 不好 毫无实力的拉结 就连掌门都被内鬼搞死了 灵萧阁 简直是个废物门派 你说什么 一年前的对决 你们掌门被自己的灵虫反噬 芭城就是门派中混进了内鬼 说不定内鬼就在三人中呢 这绝对不可能 古灵 月图 晨曦 不可能 姑娘 你没事吧 就让我好好当个杂役吧 掌门 谁会是内鬼呢 你分神了 我在休闲世界朝九晚五 昆昆天下 每周三周六更新 各位观众老爷多多追更呀 要感谢那个内鬼 搞垮了灵萧阁 我们幽游会 才得以瓜分你们的灵虫和材料 下例子 学机灵 行魔 放手 你不是想要我的狐狸吗 有本事拿去啊 苏木川 你竟敢与自在教为敌 不弄死你们 难道还留着你们做朋友 柳师弟 撑住 下乡再给你疗伤 古灵 我们还要传承掌门的意志 接受林霄格 林霄格的事情 必定赴汤蹈火了 大家都要离开林霄格了 别哭了 快睡觉吧 笨蛋 想想什么呢 他们几个怎么可能是内鬼呢 柳师弟 现在是我们的优势了 喂 别默契了 赶紧帮忙 大家一起上吧 这次 我要动真格的 出事了 小心 他可以通过影子变化位置 先把治疗干净 接下来 一个个击破 我 上 是我 实体攻击对元素灵宠无效 要找到核心所在 光系技能克战 西灵宠 西德哥 你有光系攻击技能吗 他好像根本不屌你 我在休闲世界朝九晚五 吞吞天下 每周三周六更新 各位观众老爷多多追更呀 光系技能克战 西灵宠 西德哥 你有光系攻击技能吗 他好像根本不屌你 月层 萧白木尔 你解决了他 喂你吃竹子 啊 啊 小心 是啊 光系技能 糟了 别管他 先杰杀其他灵宠 好厉害 领子不见了 小白木尔快先搞定他 可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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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别高兴得快走 小心 他还有别的灵宠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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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白木耳 醒醒啊 叫白木耳 啊 子貝 全力攻击 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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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朱上 搜口 可恶 竟然让我如此狼狈 杀了他们 统统杀光 肺骨断掉了 好痛 没想到这家伙这么强 现在该怎么办 营藏 这里怎么会有这东西 这是 他们的材料仓库 小偷们 帮我找五个金花壤河 捕住叶鸣水藏 我在修仙世界朝九晚五 昆吞天下 每周三周六更新 各位观众老爷多多追更呀 撑住了承心 什么 还花以下的优势吗 晚晚呢 还不如遗造逃命啊 这些灾了 苏木川 看到了吗 这就是你出犯自在叫的下场 哼 什么下场 我不还好好的吗 死到临头还 怎么着呢 怎么着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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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了我的材料 乌龟原主罢了 别以为助灵的就是我的对手 区区几根铃条 别想串住 鲜鱼 那不是被联盟通缉的灵主吗 刘师弟竟然有一条鲜鱼 可惜露出来了 白毛快 你他妈才叫白毛 大爷叫苏牧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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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的 被一群废物搞成这个样子 真是狼狈 还好 打了个同归于静 哼 最后还是我赢了 哈哈哈哈 哈哈 糟糕 他的核心还没完全破裂 虽然逆影魔被打成这样 但足够杀光你们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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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去死吧 我在修仙世界朝九晚五 昆吞吞天下 每周三周六更新 各位观众老爷多多追更呀 啊 嗯 啊 啊 爹 和琴一劫 苦水严重 只要琴琴一劫就能干掉他了 生子 我全都不了了 可恶 要挂了 不甘心啊 小哥 去死吧 什么东西 啊 是你 金蒙羊 感谢你救了我 怎么不跑了 刘师弟 你怎么样 古琳 我没事 这里有琳宠疗伤药 快把香香搬来这里 一好了香香 它就能治愈大家了 刘师弟 你竟然还有一条鲶鱼 从哪来的 掌门 请务必帮我保守秘密 事后我会详细和你解释的 啊 太刺激了 差一点就死了 这 太痛了 白猫 我们赢了 一人还没死 你们在搞什么 这家伙 是杀成性啊 掌门 离他远一点 斩草除根不懂吗 你们想作死 老子可不奉陪 正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你们如此优柔寡断 怪不得林萧阁混得这么惨 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要过逃亡的生活了 你们到底是不是个门派 竟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散派为了地盘材料 死人常有的事 联盟和官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一见散修不怕 你们林萧阁要是怕的话 动手杀光他们 别留下活口 是 我在修天世界朝九晚五 昆昆天象 每周三周六更新 各位观众老爷多多追更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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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未来用我手奔斗过之后 那只从偏偏闭在眼前 重生的瞬间未来还暴走 最新是五天狗人口战 神秘的天空我们一起看 你们灵霄阁要是怕的话 动手杀光他们 别留下活口 是 那些教宗只是受雇于人 罪不至此 小银犬的剑王尿能派出用场 这 虚伪 八经历 一百三十五银两 五百四十铜纹 材料五香 技能数二十七卷 战将级灵宠六只 士族十七只 收获颇丰了 我跟到了三个 你们一个 就按三一分贝战利品 很公平 想屁吃呢 按人头分 四一分账 喂 你的小银鱼我可看到了 不想被举报的话 就乖乖 怎么搞的 刚才在想什么来着 对了 翻成的事情 对半分 发生了什么事 都好疼啊 就按四一分吧 灵宠 钱财我都不要了 我回去休息了 会会有期 时间紧迫 我们挑选几只灵宠 直接契约吧 哇塞 发财了 灵宵阁 马上就能回归巅峰了 目前我还差只攻击型的灵宠 火系的钢球 这个不错呀 小家伙 你得救了 你愿意跟我走吗 剩余空间足够 成功了 刘师弟 你怎么了 刘师弟 醒醒啊 刘师弟 你终于醒了 你都昏迷一天多了 你怎么突然昏倒了 刘师弟 身体太虚了呀 你肯定饿了吧 我们去给你做点好吃的 以后得多锻炼身体啊 怎么回事 七月灵宠时 为什么传来了极大的抵抗力 明明还能容纳一只灵宠的空间 却感觉装不下了 我背骨无形的力量攻击了 是夺射涅槃的原因 还是身体本身的问题 得好好研究一下 好在目前材料充足 灵宠们可以升到助灵器了 小年 让我进去查看一下空间的升级情况吧 我在修天世界朝九晚五 昏昏天下 每周三周六更新 各位观众老爷多多追更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声音 未来用我手奔斗不挤住 让这旁边天地在眼前 重生的瞬间未来还暴走 随随随无缘无人够站 玄秘的天空我们一起看 小年 让我进去查看一下空间的升级情况吧 空间升级了 玄金海骨炼化了一颗矿系的陵园 空间的能力随着小年的成长会越来越强 时间进一步减缓 丁集考核在之前 灵宠们都能升到驻灵器高级 问题是当前要不要把灵宠们提升上去呢 这样的话小年的能力就暴露了 内鬼可能离开了 或者根本没有潜伏在林小阁 所以我的身份小年的能力还得继续隐瞒 不过古灵已经见过了小年 不如主动出击 探讨她的反应 掌门 是刘师弟啊 你没事了吗 掌门 你没事吧 怎么哭了 没事了 我在祭拜反掌门呢 掌门 关于链鱼的事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大致就是这样了 为了不让链鱼绝技 我就和她契约了 嗯 能见到还有人用链鱼做灵宠 感觉好亲切 放心了 我们会守口如瓶的 掌门 话说你之前是做什么的呀 为什么要加入灵宵阁呢 调查开始 刘师弟 我先给你看样东西 失败了 这是我们在市集布告栏发现的 这上面的人 是你吗 来家的通缉令 调查没开始 自己的身份就先出事了 刘师弟 真的是个银贼吗 掌门 你千万别误会啊 我和外家小姐产生了一些小的冲突 没想到 他们用这样的手段栽赃我 掌门 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不是银贼啊 嗯 刘师弟 我相信你 短短几天的相处 你的一举一动 我都看在眼里 你不可能是什么银贼 不 还好没穿帮啊 你的烟心举止和为人处事 给我的感觉 太熟悉了 和反掌门如出一辙 还有 你竟然也使用银鱼 这根本就是铁证 画风的转向有点不对劲啊 刘师弟 你一定和反掌门有莫大的关联 请如实告诉我实情吧 完了 内鬼没查到 竟然自己先被怀疑了 怎么办 怎么办 你和反掌门到底是什么关系 啊 掌门 我其实 就是个 鹰贼 对 圆中心不忘感 梦境在自身 当你少太精明明了梦里 不值得前方问题又出现 面对错试是勇敢又向前 我今生是梦里膀的脚步 在这新世界我无的自负 人中的传说 在陌生处 未来有我数分都不去说 人间旁边 天地在眼前 长生的瞬间 未来在马上 尽量是无限 无限扣战 神秘的天空 我们一起看 掌门 我其实 就是个 鹰鹰贼 多亏了我和岳师妹在门口候着 不然就让你这个银杰得逞了 掌门 怎么处置他 你们在门外 待了多久 这么说链鱼的事情 你们也知道了 这个 刚来而已 听到一点点了 程师兄 你先带着刘师兄回房吧 掌门这边我来照料 快走 给我回屋好好反省 掌门放心 我会看好他的 掌门 我听你的意思 刘师兄和反掌门 有什么关系吗 之前是有点怀疑 但反掌门 应该不会和一个 采化贼有什么交集 那如何处置他呢 刘师弟帮了我们这么多 内心还是好的 不让他再走歪路就行 哎呀 这些都是小事 现在最要紧的 就是准备 叮集门派的考核 好了 没事了 程师兄 你这是 哎 都是男人嘛 热血澎湃的年纪 我懂你 能不被世俗约束 大胆做想做的事情 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 你在说啥呀 快给我讲讲 什么感觉 下流 居然 被一个采化贼妈下流 我只是想找点话题 怕你尴尬 别走 听我解释 原来感觉是这样的 难怪这世上有人铁儿走险 去做采化贼 我在想什么 一定是在身体上 我产生了奇怪的想法 一定是的 睡觉 距离考核赛还有二十天 从今天起 大家全力进入冲刺状态 进身叮集门派 就是我们重振林霄阁的第一步 是 下面我来说一下 大家针对性训练的具体安排 首先是我和陈希 我们要尽快熟悉 进阶到助灵七的灵重操控 是 月师妹 你要提升玉能的修炼 增强和交白木耳的默契 我一定会加油的 至于刘师弟嘛 西厅掌门知道 需要加强一下思想道德的修养 啊 人中心 我们 不仅在自信 但你少在清明一乱梦里 不知的前方问题都出现 面对挫折是勇敢又向前 不尽手是无名动的脚步 在这新世界我们彼此赴 愚蠢的传说不在陌生处 未来如我数分都不拒绝 人家旁边天地在眼前 重生的瞬间未来在冒险 真心是无缘独眼处战 神秘的天空我们一起看 至于刘师弟嘛 西天掌门知道 要加强一下思想道德的修养 重振灵宵阁 加油 慈悲 别动别动 马上好了 利用小年空间的时间减缓 我要好好锻炼一下这个身体的愈能了 毕竟同时控制三只灵宠的消耗太大了 愈能是灵宠师驾驭灵宠所需的能量 愈能的提升会带来各项增强 随着灵宠持的增大 我还可以契约新的灵宠 应该也不会被那个力量抵抗了 哎 新身体哪都要重新修炼 真是麻烦 不管了 为了重振灵宠阁 拼了 门派经费有限 大家克服一下 这不挺拉风的嘛 我可是第一次参加门派考核赛 昨晚都没睡好 我也是 不用紧张了 我们只是去区域参赛处集合 区域参赛处 顶级门派考核是军级的考核 划分了八个区域 所在区域的集中点 就是区域参赛处 那每个区域 有多少散派报名啊 往年都是四个门派 十几个人 看 前面不远就是集合处了 怎么来这么多人啊 都是来参赛的吗 哟 看谁来了 大名鼎鼎的已级门派 灵宵阁 这屋上还在 这是要诺干代自己的 你们这些混蛋 小心 别理他们 古灵啊 灵宵阁有你接任掌门了吗 来这里签个名吧 依考官 今年怎么这么多人 唉 因为你们灵宵阁衰落后 许多门派通过 竊掠你们的资源 迅速成长到 可以参赛的地步 今年报名考核的门派 就有八个 是啊 多亏了灵宵阁 才成就了我们呀 嘿嘿 灵宵阁真是燃烧自己 照亮大家呀 福将 今年的报名人数超标了 谁再吵吵 正好取消他的资格 今年情况大家都看到了 但是去考核岛 只有五个名额 至于排除哪三支队伍 就由你们自己决定 灵宵阁不如好事做到底 把参赛名额也送给大伙吧 哈哈哈哈 这群混蛋 给我闭嘴 小丫头 还记得我吗 怎么当了掌门 脾气还挺火辣嘛 上次去灵宵阁 有幸和这位小掌门敲过手 就像这样 小子 没什么实力赶紧滚蛋 免得待会难堪 李考官你不必哭闹 因为这四个门派将会 立即退赛 我来 在我身处 未来用我手奔走过之中 能知很偏偏离开眼前 重生的瞬间未来在老心里 追寻是梦天后面扣展 神秘的天空我们一起看 小门 这些门派哪些打劫过我们 你还记得吗 嗯 当然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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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他们 他们的灵宠不是灭完了吗 怎么这么快 又有助灵了 李考官你不必哭闹 因为这四个门派将会 立即退赛 好大的口气 四个人对抗四个门派 一个人要打我们一个门派嘛 哈哈哈哈 灵宵阁疯了 真是可怜 古灵 我理解你们的心情 但别太一级用事了 嗯 李考官安心 我们心里有数 胡闹 唉 随你们吧 尽快定出结果 别耽误启沉时间 既然灵宵阁这么狂妄 那咱们就甭客气了 好好招呼他们 我们辛苦点 小美女找门 就交给我们吧 又能品味小辣妹的芳香了 我已经心养难耐了 小麦肤色的小姐姐 交给老娘来调教吧 小屁孩 你是来凑数的吗 老长齐了吗 这场战斗 你会刻骨铭心地挤住我 嘿嘿 你知助灵妻就膨胀成这样 真是井底之瓦 为了这次考核 我可是花重金雇佣了三个散修 他们的灵宠 各个都是助灵妻哦 嘿 现在后悔 已经来不及了 王福贵 当年红福被人洗劫 是樊掌门出手保住了你们 你不念恩情 竟然对灵宵阁趁火打劫 是何决心 现在攀交情没用 这是的 弱肉强食 拳头大才顶用 何况樊凌宵都死了 还有个屁的恩情 很好 接下来我出手就没心理负担了 因于你说的恩情 就给你留口气好了 给我上 都聋了吗 哎呃 哎呃 什么 助灵七姐 弱肉强食 小银犬 你听到了吗 啊 我就死了他 我就死了他 人出现无能 不仅在此事 分离手在清明一轮梦里 不知的前方问题都出现 面对作者是勇敢又向前 我进手之路 灵魂梦的脚步 在这新世界我 用彼此赴 冷冲的传说 不烦我手术 未来用我手奔够不拒终 让这旁边天地在眼前 重生的瞬间未来在暴行 追寻生物 又不能够站 生命的天空我们一起探 就死了他 哎呃 等一下 太糟了 爪子有毒 喂 点子扎手 快来帮忙 大家一股作气灭了林小阁 啊 麻美长齐 次长齐了行不行啊 啊 呃呃呃呃 我要回家 嗯 够不够香 喂 够不够香 啊 这么短的时间内 他们都有了助灵实力的灵宠 怎么会这样 你们四个听好了 之前抢了林小阁多少东西 准备好三倍的量 等我们紧急回来 就挨护催收 听到了吗 哼哼哼哼哼哼是是 我们给 大妹子 快收了神通吧 哼哼哼哼哼 饶命啊 我们这就退塞 带跪拜凯旋 我们立即送到您府上 求您可帮小的解毒吧 小英全 解毒 舒坦了 李考官 问题解决了 您可以继续了 厉害 灵霄可短时间 就奇迹般的东山再起了 武灵 恭喜你们实力大增 接下来要加油啊 多谢李考官 今年我们去参加考核赛的名额 就此敲定 灵霄可 之前拉肚子 没赶上抢劫灵霄可 真是烧高香凉 万古门 四象轿 白木斋 那不是白毛吗 你也来参赛了 白木斋 怪不得之前没听到过呢 小子 本大爷叫苏牧川 再叫白毛 我弄死你啊 你是散修吗 怎么还有门派 怎么 大爷实力这么强 加个门派小菜一碟 你们 是怕我抢了你们的风头吧 牧川 马上要启程了 快去列队 是 掌门 那个是 白木斋的掌门吗 看起来不好惹啊 我 眼中间我们 梦境在自身 等一手在今明月来梦里 不知的心房问题又出现 面对作者是勇敢又向前 不知手指摸 灵动的脚步 在这新世界我 无比赐足 眼中的传说 不在陌生处 未来用我手 奋斗不拒绝 让这旁边 天地在眼前 重生的瞬间 未来在冒陷 追寻寻物 要不便扣张 神秘的天空 我们一起看 这么大年纪 突然建立了白木斋 还能让白猫 那个桀骜不逊的家伙 甘愿臣服 其他两个成员 看起来也不简单 白木斋到底什么来头 好了 各位请尽快乘上猫舅吧 我们要启程了 反正们 我们已经迈出第一步了 相信我们 一定会让林霄格 重犯光芒 喂 上次见你们时 刚突破助灵吧 才几天 怎么就助灵高阶了 我那么辛苦修炼 狐狸才胜了一劫 你们到底是怎么练的 眼力不错嘛 要是刚才退赛的门牌 都像你一样 就省事了 少废话 你们实力还可以 要不 我们结盟吧 上次抓交败木耳时 你也是这么说的 我信你个鬼 没错 不如我们死家联盟吧 互相照应 有福通享 不行 你们太弱了 没资格 你们万古门 天天抓些没用的灵筹 行事大过 实用性 若报了 跟你们合作 毫无收益 四象教也一样 专搞些不切实际的四象神兽 要真能搞出来 你们也不是现在这德行 你们这些弱鸡 落地就先解决掉 免得爱手爱脚 你找头死 你穿 闭嘴 是 扎门 这家伙 一上来就树敌 什么套路 前方就是考核岛了 大家做好降落准备 这里就是考核岛了吗 看起来也不到啊 能容纳一百多人考核吗 每次考核都会换地方 不过 这个岛 确实比之前小很多 李考官 怎么没看到其他门派 岛屿有八个登陆点 我以你们暂时见不到彼此 李简 你终于来了 这届我们舞区的考生 素质如何 死 林霄阁 陈霄阁 远注千朗的目淨在自行 任另一首 再清明你来望让 回着的前方mer 提高出现 面对作者是勇敢 又向前 停手 露领风的脚步 在着新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苏牧川,要签名请趁早 因为当我拿到考核赛的冠军后,可要排队了哦 闭嘴,考核现在开始 好冷淡 这么快? 因为小岛设施有限,八个登陆点每个只能留三个门派 所以第一项考核就是各位立即通过决斗,淘汰一队吧 这里有四张选票,请大家写上最想淘汰的队伍 投票最多的两队将决一胜负,败者淘汰出局 投票不能弃权,出现没有决出前两名的情况,需要重投 请大家尽可能避免 我们还贴心地给大家预留了半个时辰的商讨时间 看到那个小房间了吗? 每个队请派出一个代表,和其他代表分别进行一对一商讨 商讨按这样的顺序进行 每次商讨十分钟时间 商讨结束后会立即投票 这个考核只在筛出十里弱,人缘也不好的门派 好了,万古门和四象匠可以进入房间了 看什么看 我想我们应该已经达成共识了 没错,我们两票给白毛,他就肯定要上被台了 白毛和灵霄格应该会捆绑投给我们之一 无论他们给谁,我们好好收拾白毛就行了 好 我们也算老朋友了,你会站在我这边吧 你之前就得罪了他们两个门派 他们肯定会投给你 你说你想跟谁打,我们就投给谁就行了 爽快,就投给万古门好了 他们弱些,我更有把握,你可别坑我啊 我非常崇拜灵霄格,可以的话,请不要投我 之后的比赛,我们可以联手 反正我和万古门都会投给白毛 你看着办吧 奇怪,怎么他们谈了那么久 他们不是应该没什么好说的吗 时间到了,请大家立即填写选票 票起来,我开始唱票了 万古门一票,第二票四象轿 不是说要去投万古门吗 这家伙不知道在搞什么 你们马上就知道了 第四票是万古门 所以得票最多的两名是四象轿和万古门 什么 结果怎么会这样 好 云中前我来 梦境猜自现 登里少在今明年来梦里 未知的现状问题都出现 面对作者是勇敢有向前 不紧收着牧临风的脚步 在这新世界我们彼此足 冷冲的重说 在陌生处 未来由我说 奋斗过之中 当这旁边天地在眼前 重生的瞬间 未来在冒陷 今处思路 有一个人扣战 神秘的天空 我们一起 果然如我所料 万古门和四项教 选出代表参加决斗吧 那不是说好头白毛吗 不好意思说 费客就别废话 他们竟然都没选你 以后他们说了什么 很简单 我只是和他们说了相同的话而已 跟你们说实话 我没再怕的 不过我更想跟另一方交手 想必你也在赛前保存实力吧 不如和我跟林霄阁做个交易 和我们一起投个四项教 我来送他们出去 哎呀 这就是人性啊 太狡诈了 那你为什么要投给四项教 嗨 你不懂 这是策略 虽然打他们很轻松 但是我可不想浪费时间在他们身上 总之没有看你了 港岸 比赛的时候 一定要防着他 擂台结束 万古门上车 一条小骑蛇 装什么青龙啊 教主 您没事吧 白猫 你给我等着 这不是赢了吗 如果和我打 你就被淘汰了 四项教考核失败 立即遣送离岛 刚上岛就被淘汰了 考核赛也太残酷了吧 这只是开始 后面的比赛更是残酷 除了自己的队友 不要轻心任何人 好了 正式考核马上开始 你们要去各自出发点了 林萧阁就跟我留在这里吧 白木斋 跟我来吧 万古门走这里 我们还要分开 没错 有三个出发点 防止考核刚开始就大打出手 林萧阁的各位 现在给大家分发考核赛的重要物品 这可是考核赛的关键装置哦 请各位一定要保护好这枚手环 大人 考核已经陆续前往出发点了 考核赛就可以开始了 以及门派的监督员 还没到吗 坠手大人 白小主到达了 终于来了 跟我出门迎接 抱歉了 吕大人 路上些许耽搁 来晚了 没关系 白小主 时间刚刚好 这里就是军手定机考核赛 眼中心无缘 梦境在自现 但灵烧在清明一乱梦里 不知的现状问题都出现 面对作者是勇敢又向前 不经手指我灵动的脚步 在这新世界我努力赐付 梦境的传说 在我身处 未来用我手 反抖过去 梦境很偏偏离开眼前 重生的瞬间 未来在冒险 最新生活 天空灵扣战 神秘的天空 我们一起看 这个手环是干什么用的 这是联盟为考核赛培育的心灵虫 它会把手环佩戴者的身体数据 通过灵力纠缠实时收集 另外 今年的考核赛 改为了积分赛制 累计积分前四的门派会晋级 积分第一获得丙级考核赛直通名额 有三条注意事项 请大家牢记 第一 手环被取下超过三分钟 佩戴者等淘汰 第二 待在水中超过三分钟 佩戴者等淘汰 第三 举起双指 说出认输的人会立即淘汰 积分清零 任何攻击认输者的行为 都会导致攻击者全对淘汰 三条准则一定要记清楚哦 好像还没说积分的获取方法 这个嘛 暂时保密 考核开始后会通过手环传承给大家的 感觉不会有什么好事啊 好了 最后作为灵霄格的粉丝 希望灵霄格可以羁押全雄 东山再起哦 多谢陆卡官 我们一定会拔得头筹的 报告军手 灵霄格 万古门 百慕斋就位 灵霄格 他们今年也要参加吗 以前都升到乙鸡门派了 又要重头来过 这也太惨了 那是谁 哦 是白府的大小姐了 今年的监督员是白府大少 据说是向他妹妹掌掌见识 就一起带来了 不是传言灵霄格掌门的死 就是白府动了手脚吗 是不是真的 只是谣言罢了 我白府是绝技做不出此等勾当的 白少主 抱歉 白少主 我这也是道听途说 您别见怪 没关系 一个郡出了两个乙鸡门派 大家猜疑我们不容也正常 但其实 其实哥哥是返掌门的狂热粉丝 粉丝 我曾有幸和返掌门切磋过一次 他的实力远胜于我 身为同龄人 我只能望其向背 可惜 太棒了 我也是返掌门的粉丝啊 白少主居然还能和返掌门切磋交流 我这小小透明 只有一张签名罩而已 真是太羡慕了 签名罩可以给我吗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哥哥 各位考官 灵溪仔建立连结 是 手环在闪烁啊 看来考核赛开始了 有了灵溪仔的监控阵列 我们可以在指挥中心 就能动息整场考核赛的所有情况 联盟现在配置灵宠的技术 越来越匪夷所思了 黑口技啊 我们可以在指挥中心 我们的目击在此时 当你少在清明一轮梦里 不知的前方问题又出现 面对作者是勇敢又向前 不紧守着我灵动的脚步 在这新世界我无比赐付 无常的传说 不在我身处 未来用我手 分斗不止住 让这汗面 天闭在眼前 重生的瞬间 未来在暴露 最新生物 要永远挑战 神秘的天空 我们一起看 应急考核赛 现在开始 现在开始 哇 手环发出声音了 还没说积分怎么 怎么 我得呢 老雨在抬升 各位考生不必慌张 小岛现在正在生成完整的比赛区域 不是吧 这也太夸张了 那是 联盟居然拥有这样的灵宠 哇 太震撼了吧 一个丁级考核赛 这么大排名 各位考生注意 新出现的区域 将作为我们的考核场地 下面我宣布 第一阶段的积分规则 那是什么 哇 好好看 各位考生 第一阶段主题是收集 我们向考核场地均匀地发射了五百枚积分包子 找到积分包子 并用手环触碰 就累计一个积分 当收集超过三百分后 将会开启第二阶段的考核 请大家立即开始吧 那些光柱 就是积分包子吗 哇 好明显啊 这样周围积分包子的位置 不是都一目了然吗 我还以为很难找呢 看 那边有一枚 我们过去看看 找到了 掌门你来吧 用你的手环 成功了 包子被吸收了 手环显示积分为一 还挺方便 太好了 看来不用打打杀伤 只要收集就好了 又转到一个 被抢了 是 人中心无人 梦境在自身 但里手在经营运来梦里 不知的身份问题都出现 面对作者是勇敢又向前 背景收拾无名动的脚步 在这新世界我用彼此足 流程的重说 不散我胜处 未来由我说反斗不止住 又找到一个 被抢了 是其他门派的灵宠吗 你们看远处的光柱 光柱在减少 大家都在快速地收集积分 怎么办 积分很快就会被抢完吧 规则说收集三百枚包子后 将会开启第二阶段 每个门派平均十三枚 我们目标既然是拔的头筹 还是二十枚以上比较稳妥 我建议我们分头行动 分头向四个方向收集 每人五枚以上 再重新回到这里聚集 可行 这样效率会高很多 我应该可以收集十枚 好 好吧 大家务必注意安全 林小可加油 哇 哥哥快看 这个门派好厉害 有十 十八分 哼 这个门派有点意思 他们正在利用规则的漏洞呢 规则的漏洞 这个红色的符号 代表他们把手环取下来了 他们把手环放在灵虫身上 用来快速收集积分 又收集一枚 门主真是太聪明了 哎 我的灵虫怎么不回来 奇怪 我的夜市 在找他们吗 傻小聪明可不好哟 卢碧狼 找死吗 公尺 看来他们想见见你 在下自在叫分舵 盛量 没有手环 就别想认输了 乖乖胜路吧 大叫 那个是寄生灵虫 咦 这又是怎么了 看来是没在三分钟内 取回手环 被淘汰了 啥 被淘汰了 搞什么嘛 我还以为他们会夺冠呢 未必 也有可能是有人对他们出手了 出手 不是各自收集包子呢 为什么要动手啊 表面上看只是收集任务 但随着包子的减少 红一个包子会被若干门派盯上 争斗只是时间问题 第一阶段 不仅仅是考察考生的收集能力吧 吕大人 不愧是白少主 毕竟门派选拔 最终都是需要站立的 我们没必要规避这些 别让她给我走 坐下 开始 终之帮 未必有多 终之帮 这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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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太好了 所以你 怎么变这样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怎么变这样了 请全力跟他拼了 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更强了 很强的门派 是他们把黑咪变成这样的 来我们鬼刹宗吧 现在的灵霄阁已经没意义了 不 段师兄 你回灵霄阁吧 有了刘师弟的加入 我现在有信心重振灵霄阁了 蠢女人 你就这么相信一个外人 算了 黑咪 我们走 段师兄 灵霄阁真的很需要你 我已经不是你的师兄了 而灵霄阁也一定会被淘汰出局 到时候你就会明白 你的想法有多可笑 才不会 灵霄阁一定会晋级的 别让我遇到那个姓刘的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段师兄 发现第四妹了 我果然很强 我 话说慈悲啊 我一直有个疑问 为啥你助灵霄没有变化呀 连刘师弟的小银犬 都拉风起来了 这样的话 我再强 也会被灵霄的发风拉低打刺 可恶 有点想换掉它了 啊 喂 先隐蔽观察呀 喂 好像没人 难道是我太强了 大家都躲着我吗 客气了 放下 糟了 这次有人 这枚是我先发现的 你去归我 小孩 看起来比我还小啊 你真的是来参赛的吗 放肆 我可是逆天附地超级无敌神殿的掌门 龙 女 间 人中的传说不在陌生处 未来有我说奋斗不执着 人之旁边天地在眼前 重新的瞬间未来还暴躁 今处是梦天狗人扣战 神秘的天空我们一起看 放肆 我可是逆天附地超级无敌神殿的掌门 龙蜜天 这么长的名字你是怎么想到的 你竟然敢取笑我 哎 抱歉龙掌门 包子不小心碰到手环了 混账 竟敢戏耍我 是你逼我出手的 哎呦不错嘛 你能处置小白兔还是小花猫呀 花猪 哥哥快看那是什么 会吧这是 难道是有人召唤出了 帝王鸡灵宠 这是龙 帝王鸡灵宠 报告郡主 确实是帝王现身 灵宠是世巴掬的一个小孩 什么 我们去的小孩 难道是龙逆天 不可能吧 一个孩子再怎么修炼灵宠池 都不可能装得下一只帝王吧 还是有一种可能的 那就是灵宠半生 如果灵宠是幼年时期天资够高 就可以把灵宠胚胎 直接铲入到灵宠池 还有真好事 老爹怎么不给我弄一个 天资足够高 你重复一遍什么意思 灵宠半生的条件极为苛刻 帝王旗更是奇迹 想必这位少年有什么了不起的奇遇吧 灵宁 把他给我揍个稀巴烂 你是 灵宠半生吗 是 他不行了 哎呀 这次也失败了 配他也死掉了 我早说过 这孩子资质不行呢 浪费了那么多资源 还不死心呢 父亲 哎 罢了 懂得不少吗 羡慕吧 云宠半生 根本 没什么了不起的 口气不小 玉玲 给我狠狠地揍他 岂费 快躲开 啊 哇 帝王级的灵宠 随便就能碾压全场了吧 未必 半生灵宠也有弊端的 又反驳我 半生灵宠的战力 与灵宠师实力成正比 这个年纪 应该没办法驾驭一只帝王 岂费 你没事吧 那只龙呢 怎么回事 摔倒了 蠢龙 这么惊动的撞片 服了你了 是吗 你还有脸怪我 你再吼一声试试 竟然吵起来了 人出现梦的梦境在自现 等灵宠在清明一来梦里 不知的前方问题都出现 面对错证是勇敢又向前 不尽收拾梦林工的脚步 在这新世界我们彼此复 文章的传说 不在我身处 未来用我手 奋斗不执着 有些寒天天地在眼前 重新的瞬间 未来在暴行 追寻生物 又有点苦战 神秘的天空 我们一起看 是吗 你还有脸怪我 你再吼一声试试 竟然吵起来了 看来他们配合很差 自备 我没有那招 准备 发射 就是现在 这是我最新开发的技能 万四千将 糟糕 灵灵 快 可恶 我看起来好欺负嘛 灵灵 第五点血能给我 滚 开 怎么回事 灵宠是要有这样的力量 蜜王的特殊技能 没见过吧 灵灵 死呗 灵 受死 入手 干嘛呀 大刀信头上被喊停 很讨厌了 再不喊住你 恐怕你就打死人了 说什么呢 老爸 我就是吓吓他 我知道分寸 你知道 刚才多大动静吗 全岛的队伍都注意到我们了 你这就有分寸 是那个家伙太气人了 抢我的包子 臭小子 实力差距 你也看到了 马上认输 放你一条圣路 否则 我死也不会认输的 呃 我一上来就说不杀人 让他摸到底线了 明明是你长得太憨 装不了坏人吧 嘿嘿嘿 哎呀 算了 我们赶紧去收集积分吧 老爸 看 我收到了一分 哇 很强嘛 不愧是我儿子 罢了 罗逆天 我叫晨曦 一定会打败你的 好 晨曦 我随时奉陪 九百木耳 拿到了吗 嗯 哇 太棒了 虽然脾气臭点 但是很可靠 拿到前面这枚 我就三分了 一直没遇到对手 运气真是不错呢 不好 那边看来有人了 喂 别去了 焦白木耳 好吧好吧 随你便吧 呃 竟然是三个女人 眼中间无门 梦境在自身 很凌晓 在清明年来梦里 不知的前方问题又出现 面对作者是勇敢又向前 梦境走着路灵洞的脚步 在这新世界我们彼此促 文章的重说 不在陌生处 未来用我手 奋斗不拒绝 让这河边 天灵在眼前 重生的瞬间 未来还冒陌 随随随随随 无缘 同样挑战 神秘的天空 我们一起看 竟然是三个女人 啊 哪里来的熊猫 野生灵宠吗 蓝姐 怎么办 没办法了 我们只能一起去赶她 我们是 银术了 这些人是来搞笑的吗 喂 把你们包子都叫出来 这样我就饶 饶你们不死 对 哎呀 表情一定要绷住啊 不行 我不能给你 啥 你 你 你再好好想想呢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但请不要拿走包子 不然叶眉妹妹 就没命了 发生什么了 我们同伴被坏人抓住了 那人要挟我们 拿五枚包子去交换 没有的话 叶眉妹妹会被杀掉的 岂有此理 竟然用这种恶毒的手段 真是无耻 大姐姐 您能帮帮我们吗 求您救救叶眉妹妹吧 那人在哪 一激动就答应了 难道被叫白木耳的气质传染了 就在那个山头后面了 几位妹妹等一下啊 我们先制定一下策略 这么快就找七包子了 什么 成功了 叶眉 你没事吧 等等 你们好好看他脖子后面 我植入了断机 虫在他脖子上 你们如果再动手 我就立刻钳断他的脖子 大不了我就把他杀了再投降 来呀 叫白木耳 住手 住手 人中间无人 梦境在此时 分离手在起命运来梦里 不觉得前方问题都出现 面对作者是勇敢又向前 梦境手是无灵动的脚步 在这新世界我努力刺服 人中的传说 不在我胜处 未来用我手奔斗不去说 人家从天天地在眼前 重生的瞬间未来还冒陌 最新是无天空灵口战 神秘的天空我们一起看 九百木耳 住手 住手 何必呢 既然这样 那就再做个选择吧 要么我现在杀了那个女的 要么就全部植入断脊虫 成为我的工具 等比赛结束我 我就放过你们 怎么样 快做个选择吧 这感觉 似曾相识的感觉 是什么 好难受啊 做个选择吧 她 还是她 还是 你自己 干嘛 给我站好 我按我可要 月童 不做选择 大姐姐 真是太感谢你了 大姐姐 大姐姐 你还好吗 滚开 大姐姐 大姐姐醒了 谢天谢地 大姐姐没事了 痛好痛啊 刚才发生什么了 大姐姐 你刚刚把坏人打倒后 突然就昏过去了 什么 我打倒的 我就是个臭做饭的 你们别开玩笑了 不过刚才好像一瞬间 出现了以前的记忆 上次 召唤出巨大的灵宠池 这次又徒手击败了强敌 难道我以前是个很强的灵宠池 大姐姐 大姐姐 建议透露一下你的门派吗 啊 呃 林霄格 怎么了 自然我加入林霄格吧 哎 啊 啊 啊 人中心 我们 无仅在此线 旦你少带起 明明来梦天 不值得 现疏问 提到冲仙 面对作者是勇敢又向前 我举手 是无名 懂得脚步 在这新世界 我 无比辞 服 人生的传说在陌生处 未来用我手奋都不追逐 将军和面天地在眼前 重生的瞬间未来在冒险 全新生物天空人扣战 生命的天空我们一起看 请让我们加入秀秀阁吧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大姐姐英姿洒爽的样子实在太帅了 我们也想要成为大姐姐一样的灵宠师 感谢大姐姐的救命之恩 这三颗包子请您拿去吧 请大姐姐收我们为徒 好好调解我们吧 我说你干嘛一直跟着我吗 谁跟着你了 自作多情 我只是很久没见小卷了 反正也很难晋级 还不如陪陪小卷 你说是吧小卷 看来她和刘夫盟很熟 试试能不能打探出点身事 问 江戎儿 你觉得我是个怎么样的人 哟 又来这一趟吗 你呀 就是个讨人闲的死鬼 我是正经问你了 因为最近脑袋疼 很多事情都忘掉了 脑袋疼 你那个怪病又加重了吗 怪病 怎么 以前靠着怪病占人家便宜 现在不想承认了吗 快 让我详细说说这个怪病 死鬼 这 这要我怎么说吗 就是若我发病的时候 都有什么表现呢 臭丢了 报告局长 我们已经来到天蕴盟失联的地点 他们确实全被杀害了 而且手段相当残忍 看来有些门派 是冲着合法杀人来的呀 这也太恐怖了 联盟不阻止他们吗 没关系 反正下个阶段 大家也会打起来的 你说什么 第五没了 身份完成了 你不收集包子吗 无所谓了 反正也没指望能晋级 祝你 在这新世界我们彼此组 人中的传说不在我身处 未来用我手奔斗不执着 像这旁边天地在眼前 重生的瞬间未来还冒险 追寻生物又不连扣战 神秘的天空我们一起看 啊 叶尾 没想到他这么亲近你 牟川 有敌人吗 掌门 别紧张 是我们的盟友 你们怎么四人一起行动 这样效率很低啊 我哪知道 这是掌门的意思 别乱问 啊 有人来了 这着装是自在教的 自在教也来参加考核复赛了吗 别紧张 他应该不知道 游游会是我们剿灭的 来者何人 在下自在教分舵神秘会 孽行 掌门 别出手 让我先跟他谈哪 在下 久仰自在教大明 今日一见 果然不同凡响 这附近没有需要争夺的积分 所以我们并不存在利益冲突 我认为我们没必要产生无畏的争斗 不知孽前辈意下如何 不错 太好了 孽前辈果然英明 我们就先走了 告辞 掌门 我们走吧 各位考生注意 积分包子已收集三百枚 考核赛开启第二阶段 现在每个人手环都保有了一定积分 如果大家通过任何手段 获得了别人手环 将手环触碰自己手环三十秒后 积分将归自己所有 看来我们 现在有利益冲突了 好快 小柔 退后 小英拳 小同们 准备迎战 打个屁啊 快跑 苏母船他怎么跑了 白猫 你干什么 那家伙很强 我和你不是他的对手 我和你们门派联手也不是对手吗 他们呀 怎么跟你解释呢 老太婆 看来你的弟子是个怂包啊 别罢 让老夫和你讨教一下 是勇敢的向前 我紧收拾无名动的脚步 在这新世界我弄彼此 人生的传说 光散我胜处 未来有我说 反够不执着 人家旁边 天地在眼前 重生的瞬间 未来在冒险 追寻生物 要永远扣战 生命的天空 我们一起看 你爸 让老夫和你讨教一下 认输 你 搞什么 认 我认输啊 饶命 我们不是灵宠师啊 他们都是我在路边雇来的 凑人数的 喂 每人五银两 跟我临时组个门派去报名 这就来 老太婆 多加你一两 你来装掌门 别露线了啊 哎呀 好说好说 这 这把他们都害了吗 谁能想到呢 希望他们能投降 零分 你们也一样吗 我们只是来凑数的 分都在苏牧川手环上 苏牧川嘛 很好 老夫记住你了 简直是魔鬼 一场比赛 被你们搞成了生死斗场 白小姐看来对考核赛 有什么误解 考核赛的目的 就是选出最强门派 他们才配得上资源的倾斜 从而变得更强 以被未知的威胁 而弱者 是不配占有资源的 可是 非要搞得你死我活吗 从新规则来看 联盟不是想要强者抢夺积分 而是想要弱者放弃 毕竟 只有在考生投降前出手 才能夺取积分 这也让很多承受不起的队伍 主动退赛 没错 已经有撑不住的队伍 打退堂鼓了 风波堂全员认输 就一个队伍认输了 剩余队伍十五支 是啊 看来争斗很残酷 你不考虑投降吗 怎么可能 本大爷可是要 晋级吃联盟空想的 接下来 我就跟你们混了 毕竟我们是盟友对吧 流氓风 是流氓芒 香柔儿 你呢 死鬼 你什么意思 就这么嫌弃我 那好吧 先去跟我队友会合吧 岳师妹看 刘师弟回来了 你怎么把那个讨厌鬼 带回来了 臭小鬼 本大爷跟你们结盟 你应该感到荣幸 岳师妹 看管好自己的手环 和她保持距离 呃 啊 远中前往的 孤近在自现 当铃手在清明一乱梦里 不觉得前方文皮都出现 面对作者是勇敢又向前 不及守着我灵动的脚步 在这新世界我无力赐付 人生的传说不在我身处 未来用我手奔斗不执着 在这旁边天地在眼前 重生的瞬间未来在冒险 追寻生物又能扣战 生命的天空我们一起看 本大爷跟你们结盟 你应该感到荣幸 岳师妹 看管好自己的手环 和她保持距离 刘师兄 你身旁那个妹子又是谁 她呀 红蓝楼的姜柔儿 各位好 我是她的女朋友 女朋友 不是 你们听我解释啊 不用解释了 我们都懂的 不愧是刘师弟 真让人嫉妒啊 不要乱说了 古掌门呢 还没回来吗 没呢 不会有什么事吧 有点担心呢 那不是掌门吗 太好了 掌门 你没事吧 怎么闷闷不乐的 我遇到了段叶段师兄 什么 段师兄也来猜猜了 他加入了别的门派吗 嗯 而且黑咪还活着 什么 黑咪没死吗 那真是太好了 但是黑咪样子有些奇怪 他身体腐烂 像腐尸一样 而且完全不记得我了 他身体腐烂 像腐尸一样 他现在在哪儿 刘师兄 你怎么了 你和段师兄有仇 冷静 冷静 现在以门派晋级为重 没 没什么 等和他遭遇了 再把事情调查清楚 各位考生请注意 考核至此 还上约十五支门派 具体情况是 为了成功晋级 我们都商讨一下 第二极端的策略吧 现在岛上剩余的包子 也不多了 分头收集也有了危险 如果去抢别人手还 不是杀人就是断手的 我可下不去手 我 我也是啊 我们不要杀人了吧 太残忍了 我有个计划 应该可以在 不虐杀的情况下 抢到积分 哦 那要怎么做 这里有三个包子 真是千不绝我 图腾部落啊 一头 把那三个拳起来 快去 成功了 干得漂亮 铁头 这是什么 那是焦白木儿 伪造的包子 谁 这是图腾部落吧 足足九分啊 嘿嘿嘿嘿 人生的读说 不散我生处 未来有多数分都不接受 人生很偏偏地在眼前 长生的瞬间 未来在保险 追寻生物 又不便扣战 顺利的星空 我们一起看 这是图腾部落吧 足足九分啊 美味的肥羊到手 不好 有埋伏 迎战 走手 上 小英全 上 小白沃尔 上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鲁莽 完了 我们栽了 可恶 就算书也不能让他们捡到便宜 忍书 没用的 任书有严格的手势和口令要求 不会让你们完成的 成功了 没有杀戮的情况下 抢到了几分 一个五分 一个四分 确实是九分 太棒了 加上九分 能进前三了 喂 我也出场了好吧 出场费给一下呗 我也不计较 少的四分给我就行 想的美 流氓风 你来拼拼礼 喂 你拿狗屁股对着我干什么 拿开啊 唉 为了几分 争得脸红耳赤 真是无聊 不计达 计策确实不错 可惜 一般松散得太早了 交出你们的手环 不然 我就杀了他 是那个家伙的同伴 算了 姜姑娘 刚夺到的两个手环 怪你们 拿了几分放人 我们认赞 死鬼 到了关键时刻 信了还是有人家的吗 好 成交 手环先拿了 放人 我们到了安全距离 自然会放人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 立即放人 大家不要再因为我和他冲突了 我愿意跟他们走 静蓉 他们可不是遵守约定的人 流氛芒 你了解我的 放心 我不会有事 好 好吧 给你们五分钟 到时立刻放人 如果他没有安全返回 或者我收到了淘汰通报 有发誓 一定会让你们后悔的 我看 星期有限 我们 梦境在此时 分音哨在清明以来梦里 不值得前方问题都出现 面对左车是勇敢又向前 我接受着无名动的脚步 在这新世界我们彼此足 一种的传说不在陌生处 未来有我手分都不追逐 当着寒天天闭在眼前 长春的瞬间未来才冒险 追寻着梦天同性扣战 旋律的天空我们一起看 如果他没有安全返回 或者我收到了淘汰通报 我发誓一定会让你们后悔的 要是带着别动 好了姑娘跟我们走吧 老大走远了 我们也离开吧 警告你们别跟过来啊 各位考生请注意 暗楼全约淘汰 有什么 你们这些畜生 可恶 我怎么会相信他们的承诺 是自己找死的 等等 结果叫全员淘汰 什么 我去那边看看情况 刘师弟 你小心啊 火急火燎的 这是要去哪啊 死鬼 真的那么担心人家吗 让大家担心了 我没事 我没事 只是认输了而已 我大呢 你到底干了什么 我也想知道 看你那魂不熟熟的鬼样 你忘记我有妹娘吗 快走 你笑什么 大叔 大叔 你看我的灵城 漂亮吗 不要 人生 轻人生 红轮楼 全员淘汰 好了 大叔 轻轻地攻击一下我吧 可别弄疼我哦 还有这种操作 看来我消操心了 你关心人家 我很开心呀 这是他的手环 上面应该有积分吧 对哦 他们三人的积分还在 红蓝楼和斜鼓叫的考生 请迅速跟我们离岛吧 承蒙大家照顾 给大家添麻烦了 弟妹太讨人喜欢了 等比赛结束 请一定来灵霄阁找我们玩哦 那就宫庆不如宠命了 呃 人中心梦干 目睛在自现 当你少在清明一来梦里 不觉得先放问题又出现 面对作者是勇敢又向前 我经收拾我灵动的脚步 在这新世界我们彼此走 人中的听说 不在我身处 未来用我手奔走不去重 人中的梦片天地在眼前 长生的瞬间未来在暴走 追随随随我 又不愿扣展 神秘的天空我们一起看 等比赛结束 请一定来灵霄阁找我们玩哦 那就宫庆不如宠命了 呃 请扎好护带 我们马上起飞 姜柔儿 今天多谢你了 是吗 要来个甜蜜的吻别吗 啊 这么多人在 算了算了 哼 就知道躲人家 这下被我追到老长 看你多暖 我会撵你的天荒地老的 别想逃哦 找门 你看这些分数 我们如何分配 那我不准分是吧 我也有一份 呃 按实力分配吧 实力越高 越容易保护更多的分数 哇 灵霄阁怎么一下子涨了这么多 我看看 一共四十一分 好高啊 灵霄阁现在排名第二了 灵霄阁可以呢 哼 脑残粉 嗯 哥哥 这个分数最多的你认识吗 嗯 我只认识樊掌门 这人应该是西娜的新人吧 君云子啊 我有印象 实力确实不错 而且还是个 一表堂堂的少年呢 一表堂堂 实力又强 还有这种少年吗 哥哥 你这么粉灵 小哥 我们到比赛结束去问问一下吧 哇 我们第二了 一个时辰后 自动进入第三阶段 届时认输规则将会取消 请考生注意 嗯 我们离胜利更进一步了 一鼓作气 拿个第一吧 林小哥加油 第三阶段前 我们还是尽可能地收取分数 保住名字 可恶 竟然被林小哥超过了 火大 我黑咪 绝不可能输给他们 认输 可恶啊 连一分都不给我 作主 又找到五个包子 顺便杀了个落单的 减了三分 让圣料和猎行回来吧 我们该搞点大动作了 听说 连出现梦境在此时 等明宵在金铭一轮梦里 无知的现方问题都出现 面对挫折是勇敢的向前 我紧收拾无名动的脚步 在这新世界我们彼此促 人中的传说共赞我手术 未来用我手奔都不拒绝 那些翻面天地在眼前 重生的瞬间未来还冒险 转转身无缘无缘扣战 生命的天空我们一起看 让圣料和逆行回来吧 我们该搞点大动作了 各位考生注意 最终阶段 再飞起 这就到最终阶段了吗 最终阶段 小岛会慢慢沉入海底 因为落水淘汰规则 所以大家需要尽快朝山顶移动 小岛完全淹没时 也是考核赛结束时的 届时会根据积分和留存情况 做出最终排名 啊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随着小岛瞎前 剩余的包子很快会磨入水面 收集包子是行不通了 只有抢夺其他人积分 所有人召唤出灵宠 打起精神 全力战斗 那是 我们过去看看 黑咪 黑咪 果然除了这样 古灵 还有晨曦 原来无恙啊 乱叶 你对黑咪做了什么 若果闲事的家 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 这个阶段全退满员 还不赖吗 想必是一路躲躲藏藏 活到现在吧 今天就让你们知道实力的差距 击碎你们重振灵宵阁的美梦 这两个人交给我 剩下的人不用留情 好啊 短包晚 你果然竟和你月节 给你打分手了 尤其是这个人 让他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这个还不简单 不好 入水就完蛋了 你先帮我收着 三分钟内 我应该能上来 刘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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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放了刘师弟 凌宠不是我的 我可做不了主 快放了他 啊 突然出现了我们 目击在此时 当你少在清明一轮梦里 不知的先放问题都出现 面对作者是勇敢又向前 不尽手上无名动的脚步 在这新世界我无比赐赋 忠诚的传说不在陌生处 未来由我说奔斗共之处 那些旁边天地在眼前 重生的瞬间未来才冒险 这些是无缘无缘扣战 神秘的天空我们一起看 快放了他 真是悲哀呀 一个外来的小子 就让你们那么在意 在意到和你们的师兄 相见吗 来让我看看你们长了多少本事 喂 别再过来了 我的熊猫可是杀人不眨眼的 吓唬谁呢 熊猫我可是比你了解 什么 何家把孟儿长得好笑 你也是熊猫 是是是我知道你比他帅多了 神秘负重这么巧 随意让我找到机会了 雷小哥 白白了您嘞 小哥 哪里跑 什么 好险 差点 差点就被咬到了 白猫 终于被我逮到复仇的机会了 越马上追上来了 别复仇了 赶紧跑了 现在知道怕了 我的巨猫龙 可是我千辛万苦找到的 喂 别吹了 绝无锦影的 凶残巨兽啊 救命啊 你好意思吗 别拉着我 我还要跑呢 你还往哪儿逃 还我议为 你们干 你就乖乖给我的小猜 巨章当饵料吧 搞清楚状况了 谁里可是 我的巨章 怎么回事 我的巨章 水里豆里发生什么了 什么 多谢你的耳量 我愿意出现我们 梦境在自现 当灵烧在清明一轮梦里 不知的前方问题又出现 面对作者是勇敢又向前 不计守着梦灵风的脚步 在这新世界我用彼此足 梦境的传说 不在陌生处 未来有我手奔斗工具处 人家旋遍天地在眼前 重生的瞬间 未来还冒险 巨章是无缘 不愿扣战 神秘的天后 我们一起看 怎么回事 我的巨章 水里到底发生什么了 什么 多谢你的耳量 刘师弟上来了 太好了 废物 连这种货色都收拾不了 白猫 我上来了 快把手环还我 嘿嘿 流氓风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人在手环在 我这就送过来 还好时间还够 没被淘汰 多谢了 你这样就走了 你倒是帮帮我呀 月师妹 帮小年做个涂装吧 八 十 久等了 刚刚让月师妹 去帮了个小忙 小年 这是怎么了 这里交给我 承希 你去帮一下白猫 好 好吧 承哥 我们需要你 武掌门 你就在这里做个见证吧 这家伙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背叛的林霄阁 背叛 没 没这么严重吧 少废话了 决议此战吧 来吧 暖夜 让我看看你究竟掌了多少本事 反掌门 你快看啊 黑咪成体气了 我想让黑咪和巨坤切磋一下 切磋一下 没错 这样可以帮我发掘一下黑咪的潜力 指导一下 可是巨坤和他实力学师 要怎么切磋呢 这样好了 我就以一团水和他玩玩吧 黑咪 洗碎了他 谁能 包裹 什么 和当初反掌门的招式一样 好 好 好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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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冷藏的傳說 不在我生處 未來用我手奔走不去 從這半天天地在眼前 重生的瞬間未來還保險 追隨身我天空天空站 神秘的天空我們一起看 什麼 還當初反掌門的招式一樣 靈力有餘,靈動不足 靈動是吧?有啊 再來 收 斷衣不寄 斷衣,睡不著急 看好了 雪龙卷 可惡,你怎麼也會這招 我會學習基礎技能 很奇怪嗎 蠢貨 如果是這招的話 你就輸定了 畢竟 可惡 被水龙卷吸住 我完全控制不了黑咪了 只要始终内证 就能出其不意地攻击到它 来吧黑咪 总是现在 将那些水斩断吧 为什么会这样 掌门 它怎么挣脱的 黑咪应该靠自己的本能破了水龙卷 本能 看来黑咪果然天赋异禀 恭喜你了 你听到了吗 你是天赋异禀的神宠 我跟你以后一定会成为最好的搭档 黑咪 你以前破过这招的 段叶 现在的黑咪 已经不算是黑咪了 他现在就是个完全受主人摆布的人偶 林宠生前有荣耀 死后更应该有尊重 事到如今 请让他安息吧 你什么样子 我比你清楚 要是你 你高高在上的样子 谁让人火大 我 我 还吸着人是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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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洞的脚步 在这新世界我们彼此赐 忍住了听说 在陌生处 未来由我说 奋斗不执着 当这旁边 天地在眼前 重生的瞬间 未来在暴行 追寻生物 又会变扣战 生命的天空 我们一起看 这个真是你 陈哥 你可算来了 这不是万古门门主吗 什么 长在你身上了 快起开 放心 好快 看来我们三个 得齐心协力了 我实力地位 就不瞎掺和了 收还给你们了 这家伙怎么跑了 你说这个手还 我们怎么分呢 居然不把我当回事 动魂颤星吼 叶文 四辈 你怎么了 现在知道害怕了吗 快醒醒啊 乖乖受死吧 这招被灵宠师没效过呀 谁 那这不就是个 废物技能吗 逆灵你也中招了 还帝王级呢 真是太迅了 龙逆天 你来帮我们的 帮你 不不不不 我只是看到一个东西 就来剪一下 咦 是个手还呢 挑白木耳 你到底听不听我的话 你的熊猫不怎么样吗 我的大宗可不会觉得累 而且还没有痛感 就把木耳听下来 你这样是赢不了的 你再这样 服个真生气了 你 你想通了 这就对了 我们使用特殊技能 我的眼睛 可恶 这是什么鬼招数 混蛋 这招对我的灵宠没有效果 给我上 为什么 你 你不是大宗 你不是大宗 成功了 先扰乱他的视觉 再把两个熊猫配色交换 果然叫他迷惑了 没有收到正确指令的灵宠 也不存为惧 看到了吗 这就是听话的好处 一下就解决了 叫白木耳 把他手环取下来 掌门 我们打赢了 岳师妹赢了 承熙好像也结束战斗了 看来只剩下你了 断一 那又怎么样 受死 一张眼怎么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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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 要杀就杀 别这么羞辱我 只是想让段师兄冷静一下 没有羞辱的意思 段叶 是你做的吗 你在说什么 你的黑咪是诗化灵宠 反掌门也是因为灵宠诗化而死 是你暗算了掌门吗 胡说 我怎么可能害掌门 把我解开 不要杀了这个血口喷人的混蛋 段师兄 我相信你 你快说说你知道的情况吧 说来话长 离开灵宠阁的那天 我独自去寻找救黑咪的方法 死而复身谈何容易 连看黑咪日渐败坏 我却无能为力 偶然听到有个新成立的鬼刹宗 可以让灵宠起死回生 我抱着一线希望前往一世 鬼刹宗说 复活黑咪的条件 就是加入他们门派 我就黑咪心切就同意了 他们把黑咪带入后堂 不到一刻的功夫 黑咪就活不乱跳的出来了 黑咪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听同门说 宗主会服用一种药丸 给死去的灵宠 难道说 反掌门的死 和这药丸有关 他们只能救活死去的灵宠 我亲眼看见有人 带着奄奄一息的灵宠 被告知 得等待灵宠断气 或许他们有别的药丸 这种招式化手段 很有可能和鬼刹宗有关 有这个可能 因为黑咪的事情 我怎么会没想到这一层 回去调查 如果真的有关 绝对不会饶了他们 错过你了 段燕 等考核再结束 我们一起去调查鬼杀宗吧 和你 我凭什么相信你 灵宠和最没落的时候加入 就很可疑 而且我没听过反掌门说过你 但你却很了解他 这些你做何解释 反掌门 其实是在下的固有 我曾和反掌门促息长谈 他说他前半生的人生 悲痛 迷茫 羞脑 太难了 我快坚持不下去了 但是有个人出现了 有人在里面吗 树派吗 进来吧 打造天下第一门派 不是吹牛的吧 那我加入咯 可别让我失望 掌门 你怎么还没起 这个霍门派都不成练的嘛 你不会还在睡觉吧 要睡成天下第一吗 我可不是来陪你睡觉的 半炷香内 我希望在练武场看到你 喂 你到底听到没有 哼 听到了 是你 给了他继续下去的信念 也是这样的信念 让我选择加入你们 为了延续灵霄阁成为天下第一的约定 段叶 这个约定 你 忘记了吗 喂 快交出来 看呗爸爸 有五分呗 救命 救命 救命啊 你怎么跑回来了 联盟还没接到我呀 快救救我 那边有妖怪 啊 妖怪 很好 至少有三支队伍在这儿聚会 各位 清场吗 清场吗 好可爱的熊猫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呢 公司 尽情撕咬吧 不要对牙齿有固有应消 租木川是吗 我们又见面了 让老夫看看你 还有什么剂量吧 还有夜晚 自飞 小客们 控制他 什么 来参加丁几门派考核 真是太欺负你们了 毕竟天赋再好 也比不过 身体上的压制 小白木儿 别急 好快 好快的速度 你也难咬啊 四熊猫 小白木儿 小白木儿 你 没事 吧 悲情戏在我这儿没用 战斗还没完呢 真是感人哪 但两个拌着吃我也不介意 看你还能撑多久 看你还能撑多久 不要啊 小白木儿 你不能死啊 什么 好强的鱼呢 这怎么回事 可恶 公尺 银术私有 这是什么东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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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里没数吗 铃铃虽然是帝王 但只有成体器 那家伙看实力 已经是助灵器高阶了 这么明显的等级压制 你告诉我怎么赢 大不了 就用竞招吧 你疯了吗 我们的目的 只要拿到竞技名额就行 根本没必要蛮干 这我知道 可我 想帮他 你之前不是说 如果遇到值得结交的朋友 你去吧 啊 小心点 不堪一击 就让老夫送你上路吧 什么声音 姐姐 不是要打败我吗 死在这里怎么行 龙一天 你 要小蛇 也该在老夫面前猖狂 我去死 玉玲 玉王姬也不过如此 玉玲 你果然好菜啊 这可是我们第一次露面 不能输了面子呀 啊 罢了 又 进招吧 好消息啊 我们刚组的门派通过审核了 我们要参加丁金门派的考核赛了 好帅啊老爹 我们门派有多少人 我 我 你 你妈 你姐四个人 这样也可以 对了 我们门派就什么名字 呃 还没起 这几天想好抱上去就行了 好吧 而且我们可能还得改名字 以前起名不上心 有点拿不出手 何止不上心 简直是随便 交给我吧 交给我吧 我肯定能起出超级响亮的名字 好吧 我肯定能起出超级响亮的名字 还有更重要的事 就是我们这次考核赛 与虚竞技 我明白了老爹 这是我们崛起的第一步 必须要一鸣惊人 不是 主要我喝酒的时候吹的牛逼 如果做不到太没面子了 袁慌 逆灵可是帝王级的 没人是他的对手 逆灵只是成体器 我可听说 参赛的大多数都是助灵器 我怀疑 逆灵甚至打不够别人高等级的炮灰 所以你要好好利用逆灵的帝王特殊技能 战力储蓄 灵宠师在锻炼时 可以把多余的玉能储存在蓝灵胶龙体内 在需要时 转化为纯粹的力量 强化灵宠师 从现在开始 你每天都要坚持锻炼 存几点储能出来 放心吧老爹 包在我身上 阿神 不 小孽 我们派服已经做好了 主能准备得如何了 我 我还以为还早 对不起老爸 我现在就开始锻炼 灵灵 灵灵这一周 突击锻炼的储能都用完了 灵灵 那 就用静招吧 先来十点 还是用了那个邪恶的技能啊 战力戒弹 在没有储蓄的情况下 可以预知储能来使用 但之后 不仅要及时缓弹 还要支付高额利息 既然如此 那就速战速决吧 臭狐狗 看我捶爆你 真是悲凉 现在小孩都这样吗 灵虫师肉体直接发起进攻 真是勇气可嘉 不过 一轮几时 老头 怎么可能 都什么年代了 还一老卖老 该退休了 走你 再来一次 血肉之气 看过我的空气 糟糕 能量快厚镜了 要顶不住了 糟糕 能量快厚镜了 要顶不住了 啊 不好 可恶啊 大家都在看着我呢 怎么能说 灵灵 死吧 再来十年 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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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屠宰子 老夫今天必须拆了你 要顶不住这招 你也该荣幸了 没老 老年千 儿子 小子 留一言吧 留你个头啊 我绝对不会倒在这 大不了不过了 米灵 三十点 不可能吧 老头 你太啰嗦了 小年小阴晨 行马贴罪 啊 段师兄 小心啊 段师兄 你没事吧 干嘛发愣啊 苦力啊 你们不是还要调查反掌门的死因吗 快振作起来啊 可恶 飞得太高 打不到他 牛师弟 交给我吧 小小 唉 我有办法对付他 古灵 你小心啊 堂地当车 你以为凭你也能和我较量吗 死吧 去吧年宝 粘住他的翅膀 啊 好年了 可恶 怎么有女孩子用这么恶心的灵宠 成功了 别得意啊 啊 啊 鼓勵 啊 别得意啊 啊 啊 鼓勵 可恶 竟然被一个小女孩弄得如此狼狈 哼 我想弄死你 这 这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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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体内升温室自身融化 形成需要的简单形状后 迅速凝固 小妮 快灭火 妈 可恶 火势太大了 水流不够 蛤 鼓勵 就是 黑咪 就这点能耐 还瞎逞能 真是火大 段师兄 你果然没有抛弃我们 我太开心了 啊 黑咪 黑咪还在火里 快救他 不必了 古灵 你没事吧 那家伙说的对 我已经想通了 黑咪活着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她为一生有荣耀 也应该有尊严 还是 不要再折磨她了 就让她在这里 安息吧 太棒了 哦 发财了 龙逆天 喂 这是我先抢到的 你可别趁人之危啊 谁抢你手环了 我是来感谢你的 我 我 喂 你干嘛 就是道谢 没必要这么煽情吧 为了装逼千代的五十点 我还要还债 接下来的一个月 除了锻炼啥也不用看了 我的心里好苦啊 古掌门 你没事吧 刘师弟 段师兄想通了呢 啊 啊 哼哼 段夜 你又干嘛 啊 说我还送你们了 啊 你什么意思 我不再为鬼茶宗卖命了 分数对我来说没有意义了 段师兄 你要回来了吗 不用 我会继续待在鬼茶宗的 段师兄 蠢货 我不待在里面 怎么调查反掌门的死因 再后记得来找我 哎 怎么养了这么群废 鱼子 把翅膀给我 露珠 我 现在就要 是 啊 这家伙飞到天上做什么 这是 露露吗 各位辛苦了 接下来 就让本座再结束这场无聊的比赛吧 啊 哈枪 啊 打歪了 一灵 跟你的转头一样啊 走 他击中了大乌龟 乌龟正在结束下潜 看我这里 乌龟 不好了 好多人放水了 五六七八族 立刻出动 我能救命啊 我不会游泳 得救了 混蛋 你快下来 看我不再借几十年咋抱你 对了 蜜龄 你不是龙吗 肯定会飞吧 带我飞上去 别喊了 他已经自身难保了 龙为什么会溺水啊 各位考生无需惊慌 他操作在弹幕仔上 快堕住 你做的太过火了吧 我违反什么比赛规则了吗 陪这些小辈玩这么久 已经很给联盟面子了 海姆寨全员淘汰 一天什么什么圣殿 全员淘汰 离书神物们全员淘汰 看来所有队伍都已经掉落水中了 快宣布神池会的胜利吧 抱歉了各位 你们落水已经超过三分钟 根据比赛规则 你们全都被淘汰了 叼在嘴里也不行 手环离手超过三分钟了 那我们的成绩要怎么算 放心吧各位 因为落水或者离手被淘汰 手环的分数是不会清零的 我们会按照总分来排名的 太好了小逆 我们也有可能晋级 掌门 按我们的分数 铁定能晋级了 只是 头筹 还是被自在教抢去了 虽然有点可惜 但我们也算是踏出了重振 林肖阁第一步 之后继续努力就行了 各位考官请注意 又发生什么情况了吗 请速带考生离场 考核赛人未结束 请为淘汰的考生继续比赛 还没结束 什么 一位是自在教神迟会 快一筹 可恶 竟然还有人在岛上 是谁 另一位 是李娇可 君云子 为什么刘师弟还在岛上 应该是他利用小年的水性 又回到了岛上吧 什么 难道他还要继续战斗 按刘师弟表录的决心 恐怕 会为了指通名额 战斗到最后一刻的 有什么 这家伙 一个外人这么拼命 到底图什么 啊 刘师弟表录的决心 真厉害 看来他继承了反掌门的精神 要战斗到最后一刻了 依我看这个君云子还是有点猛撞啊 凌霄阁已经稳居第二了 对手又是成名已久的老牌强者 手段又残忍 他何必拿自己生命冒险呢 你手什么 哥哥好凶 正是凌霄阁值得敬重的地方 当年反掌门就是这样直面困难 一步步艰难的冲向甲基门派 如今他的遗志在君云子身上传承下来 为了重振灵霄阁 他必得会拼死一波 如今他的遗志在君云子身上传承下来 为了重振灵霄阁 他必得会拼死一波 原来如此 抱歉 是我异度他了 君少侠也太棒了吧 可千万要小心啊 可恶 这家伙躲哪儿去了 小岛迟早被完全淹没 本座就在山顶等着你 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小年 啊 我以前 亏欠灵霄阁太多了 但大家仍然不离不起 有生命之汉卫灵霄阁的未来 我又有什么理由退缩呢 既然走到了这一步 战斗就算再凶险 我们也必须要把 指冲名额赢下来 小年 我们每天的刻骨训练 就是为了这一刻 不不不不不 你之前吞了巨章 获得了水系列灵源 正好达到了助灵骑满阶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进击星河骑吧 那家伙身上 有两个满阶的寄生灵宠 还是灵主骑和战将骑的 刘师弟有胜算吗 来之前 刘师弟申请了一些星河的禁忌材料 会不会 我心里都清楚 禁忌星河这种事情 哪有那么主意 难道他有把握一次成功 小年 我进来了 爸 还好我早有准备 禁忌的材料早就保存在空间里了 每当灵宠经验达到某个阶段的满阶后 就需要进阶材料 所有灵宠根据主属性 就能推断出进阶材料 这些通过查阅可得知 成体禁忌助灵 只需要一种固定的材料 但助灵禁忌星河 需要从固定的三种禁忌材料中 选择一种来尝试 而这个选择没有规律 全凭运气 就算是同类灵宠的选择也是随机 如果选对了 灵宠立即进阶星河期 可一旦选错 不但不能进阶 而且半年内无法再次尝试 如果运气差到爆 进阶星河要到一年时间 同时还要消耗三份材料 随小年 准备好 随小年准备好面对这场赌注了吗 逗你的 我讲的是别人的情况 我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你忘记升级助灵期后 获得的新能力了吗 那就是识别灵桶的进阶材料 靠吞噬获得灵源升级 再依靠查看进阶条件 完美突破 这就是你的前辈 能在短时间内进化到退凡期的秘密 别人要在突破期下很久 不断地试错 而我 从不会错 我已经看到你百分百成功的材料了 吞下月花卵石 你将立即晋升星河 还有 通过我的精心培养 这次晋升将会提升你的品相 密林区也被淹没 那军云子已经无处遁形 我看你还会消失不成 这是什么 久等了 你容易来了 本座还以为你要当缩头乌龟到比赛结束呢 耽搁了本座不少时间 想必你有准备什么拿得出手的本事吧 可别让本座失望啊 丧心 保证打爆 出来吧 小年 不对 现在应该叫你 昆 是班灵霄赖以成名的灵主坤吗 没想到灵霄阁居然把年鱼化坤的秘密传下来了 到底是怎么做的 很简单 想学啊 我教你啊 只要在培养过程中 加入大量易系属性灵源摄入 在星河期获得水 易 双幅属性 就可以提升为灵主 你就是坤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觉得我会性吗 年鱼现在被联盟通缉 还敢用它 无所谓了 反正等会我会打赢你 然后让你忘掉的 年鱼现在被联盟通缉 你还敢用它 无所谓了 反正等会我会打赢你 然后让你忘掉 哼 打赢我 就凭你 你发言不惨了 徐笔证 什么 你们不是说过吗 就算再强 也不可能比得上等级的压制 树林被星河吊打 是理所当人的吗 我们尝尝这一个 好 盛情难确 小年 小年 你去尝尝 小年 你去尝尝 什 什么 多谢款待 去还个人情 你去尝尝 可恶 这家伙身体庞大并不灵活 我 发挥我的揭动能力 说不定可以打赢 再来 这个距离 看你还往哪儿躲 成功了 凌宠师也受到了打击 果不其然 新河初起 凌宠师和凌宠 会痛感连见 凌宠的痛苦 也会传递给凌宠师 只要我继续刚才的攻势 你们很快就会撑不住的 坤也不过如此嘛 好了小年 热身结束了 回来吧 爸 我们要动真格了 还在虚张声势 死他 这是干什么 躲在昆肚子里 就能避免痛感的疼痛 你也掩耳盗铃了 躲过去了 这个距离之前明明能打中的 你自己不都说了 星河会有通感连接 通感连接也包括了视觉 我也看到小年眼睛里的画面 配合星河其空间能力 在我眼里看来 攻击 全都是慢动作呀 现在给我了 我本座和你拼了 我 人做 可不会 情意 被你击败呀 别硬撑了 谁也无法做到我林霄阁 出回巅峰之路 等在道上的 都给我 退散吧 回答报名处了 各位就在这里等待比赛结果吧 放心吧掌门 柳师弟一定不会有事的 哟 这不是林霄阁吗 怎么会偷土脸呢 这是被淘汰了吗 嘿 该不会被杀的只剩两个人了吧 哈哈哈哈 定级考核才结束 最后优胜者是 林霄阁 啊 我们赢了 哇 第一 柳师弟太厉害了 抱歉 你们刚才说什么 没 没什么 刚 刚刚打扰了 材料明早就给您送到府上 哇 军林子赢了呢 他果然好强 太好了 林霄阁多贯了 哥哥 你好失态啊 真是崩了啊 哪有 哥哥 废话少说 我们现在可以去现场 搬过一下这位少年英雄了吧 哼 终于结束了 小年 多亏你了 哇 一旦重新进入联盟的体系 有了资源 我们就能更快地变强 继续永藤高峰吧 继续永藤高峰吧 联盟的人应该快来了 你的身份不能暴露 先躲回去吧 什么声音 续阳林主为什么在这儿 混蛋 你在干嘛 不要控制我呀 是吧 他们这些要合起 他们这些要合起 是吧 他们这些要合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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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刺客满极助林的合体 连坤也不是对手 那个眼睛 应该是凌处的头目中树 如果能刺中 说不定还有一些希望 老法过来吧 被猜到了 这某个人还没来吗 按理数应该到了呀 素素 你还要打扮多久啊 都等你呢 没关系的 别催了 这不来了吗 吕大人特许我们去考核岛接君少侠 别让人等久了 蠢哥哥你懂什么 迎接冠军肯定得正式 你看你发型都乱了 也不知道整理 哪里 帮我整一下 是谁在找我亲戚 这是之前体内的怪力 既然可以说话 还能自己发动攻击 心不管了 就是能让他取胜就行 我睡了多久啊 好猛 关键时刻搞什么呀 谁想生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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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少侠 你没事吧 这里什么情况 神奇会的四肢寄生灵虫 吞噬了剁主 合成了强大的怪物 原来如此 放心吧君少侠 他就交给我吧 素素 你来照顾君少侠 你来照顾君少侠 素素 难道是 好的 你放心去战斗吧 果然是他 要不要这么巧啊 君少侠 你没事吧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君少侠 你怎么没死 死了 你到底是谁 小子你不是一死 也不满足我的要求吗 我记得一目之下 就把你杀掉了 杀掉 难道是这个身体的原主人 刘锋芒 这个帝王级的禁术 夺射涅槃 就赠于你吧 不要 驱魂夺射 为了自己活命 害死别人 太阴毒了 非也 这技能 只能占据意外死亡的健康人尸身 这死者 一定有诸多遗憾 而你不仅可以重获新生 还能帮他完成 未了的遗愿 可以说是双赢 樊掌门 还是考虑一下吧 原来杀 原来刘锋芒就是被体内这家伙杀掉的 他到底是什么 刘锋芒到底经历了什么 你为何要杀掉我 伤子确实冲动了 如果你死了 若我一定就找不来这么好的容器了 可恶 这家伙 是个灵宠吗 仿佛完全占据了身体的主动权 以后不会再杀死你了 不过 你若打不成我那个妖精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刘虫蒙宁死不从的要求 到底是什么恐怖的要求 刘虫蒙宁死不从的要求 到底是什么恐怖的要求 说 真是正确 我已经恶变了 像一天一样 找个少女来给我享用吧 什么 君少侠 敢拿背着身部离人家呀 不是不舒服还是害羞呀 转过来看看人家嘛 跟走 怎么 是你 原来君云子是你个小贼冒充的 我之前竟然还对你有美好的幻想 真是太恶心了 真是奇耻大猪 我杀你 我白脸素就没脸见人了 救命啊 君云子你在干什么 小云子你要做什么 技能双灵 解决了 随少侠 让你受惊了 快住手啊 金云子 你要对白小姐做什么 终于包餐了一顿 这感觉太爽了 你没事吧 身体恢复控制了 体内的家伙没动静了 以为吃饱了吗 说 就是将柔儿说的怪病 怪不得问他是那样的反应 简直太尴尬了 这就是那个欺负我的流锋芒 哥哥 给我可可的教训他 给我报仇 流锋芒 原来是你这个混蛋 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下场 鲜鱼呢 你最关心的是鲜鱼嘛 白痴哥哥 不能让他知道鲜鱼还在 否则鲜鱼会被夺走 肯养昆的秘密也会暴露 你说那个废宠啊 留着只会占位置 所以被我考着吃了 你这银贼 如我妹妹偷我鲜鱼 是不把我白家放在眼里吗 白痴哥请住手 君云子再怎么说 也是考核赛的冠军 再怎么有错 也先请将他带回船上 再发落吧 是 吕大人 人我给你带回来了 快走 君云子 恭喜你了 一人之力逆转比赛 真是年少有为 前途无量啊 哪里哪里 吕大人抬举举了 联盟还是这样 一旦进入门派体系 就全力拉拢 不过可以利用这点 说不定可以化解现在的危机 不瞒吕大人 在下自幼便仰望联盟 从小就有着为了联盟发展而努力的宏愿 今日得以实现 真是荣幸致志 以后 定以大人马首试瞻 小鱼贼 又想耍什么花样 是吗 如此有报复的少年 真是少见了 那等联盟有了好差事 便第一个考虑你 在下实现报复的心情 已经难以自制了 吕大人能否现在就给在下一个机会 哦 此话怎讲 联盟为了维护大陆的秩序 日理万机 在下看在眼里通在心里 只愿分担联盟的辛苦 有什么任务 请现在就分配给在下吧 没 没想到君少侠有如此高的觉悟 既然这样 联盟不可能忽视你这样的人才 一旦接受了联盟的指派 恐怕白府也准备放人了 可恶 不可以 我们还要把他装作处置呢 抱歉 吕大人 家父明日尝试近身退烦 届时宴请了各大门派官母 而家父又和凌霄阁的反掌门是顾交 所以特地邀请这位君少侠 代表凌霄阁赴宴 还请吕大人行个方便 原来是白府主的贵宾啊 不妙 这家伙竟然搬出了白掌门 那你们快去吧 别耽误了钥匙 至于君少侠的报复 本官兴领了 我们择日在意吧 君少侠 请吧 算你狠 听说我们拔得头筹了 柳师弟真强啊 岳师妹 你没事了 联盟已经把我聊好伤了 让大家担心了 怎么没看见柳师弟啊 武灵 是李可官啊 恭喜灵霄阁拔得头筹 对了 君少侠让我跟你们说 他去白府做客了 让你们不要担心 白府 难道说 我 刘师弟怎么在白府 都去致退了 话说刘师弟 是谁 快走 快走 少爷 小姐 你们回来了 你们 把这个小银贼给我关入监牢 今晚我要用尽手段折磨你 让你知道和我作对的下场 嘿嘿嘿嘿 不 我要带他来我房间 由我来出国他 门派密钥展示一下 小鲶鱼 啪啪 大鲲鱼 娃娃 林小阁耳嬷嬷哒 老板 你发什么愣啊 我们狠急的 是是是 再查了 找到了 林小阁 已经是丁基门派了 恭喜恭喜 可以使用丁基门派的专属灵宠了 白府在哪里你们知道吗 我知道 跟着我吧 白痴哥哥 到底要搞什么鬼 这不是话呀 这什么难宁视角 我的鲶鱼呢 交出来 不是说了吗 真的吃掉了 那条鲶鱼对我意义非凡 如果你还能还我 我们还可以谈一下条件的 我要是没吃肯定给你 我留着有啥用 这啥不好吃 够了 多说无意 如果我检测出 鲶鱼还在你的灵宠池内 我会立刻杀了你 检测 怎么检测 从没听过 还要检测灵宠是灵宠的技术啊 你金门派所掌握的技术 你个银贼当然是想象不到的 你只需要亮出灵宠池 我便能测出池中灵宠 你敢吗 我便能测出灵宠池 我便能测出池中灵宠 你敢吗 八成在炸 事到如今也必须满下去了 哎呀 我温馨无愧 怎么不敢 别动 别的像模像样 该不会是真的吧 你竟敢骗我 这不是银鱼 又能是什么 能 咋咋 咋咋 能呢 多看看 好吧 是我搞错了 确实没有 咋对了 果然是在炸我 既然这样 只能谈谈赔偿了 说吧 你只帝王灵宠 要怎么赔 什么 帝王灵宠 银鱼的幼苗只是士族 你哪来的帝王 和人吗 要不是被你吃了 培养成巨鲲 就是帝王级了 别紧张 是我啦 这么晚了 你在干嘛 偷听吗 白痴哥哥 别诬蔑我 我就是路过 路过 对啊 怎样 你干嘛 那你藏这个在身上干嘛 好吧好吧 我就看你结束了没 惩罚完了就赶紧换我处置他吧 这小兄妹 是魔鬼吗 这种卑劣的手段惩罚犯人 是我们白府所为吗 你 好了 别闹了 快回去睡觉 白痴哥哥 讨厌死了 你 跟我回屋 还没说完呢 好吧 你要怎么陪 先说来听听 赔偿很简单 我要你改过自新 改过自新 我 堂堂正人君子刘锋芒 啊 堂堂什么 事情真的是误会啊 收藏绝版的年鱼 其实也是为了那个人 如果可以帮他 帮灵霄阁做点什么 那这份缅怀的意义 也是殊途同归了 鲤鱼 那个人 该不会说的是 反掌门 没错 在他眼里 我或许只是个小透明吧 但在我心里 他的地位 无人可撼动 我的目标也是达到他那样的高度 我有这么伟大吗 是不是 有点吹过头了 这么伟大吗 是不是 有点吹过头了 你的实力很强 能带领灵霄阁夺冠 但是人品却配不上你的实力 你加入灵霄阁没多久吧 他是个伟大的门派 我希望灵霄阁能重回巅峰 但不希望你玷污了他的名望 世人都对灵霄阁的末路而落井下石 只有你患难于共 谢谢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灵霄阁重回巅峰的 能得到你的承诺 真是太好了 好了 天色已晚 你就在这睡吧 明日起 我会监督你改过自新 还是不相信我 不是说用手铐是卑劣的手段吗 到了 今天一天发生太多事情了 先是灵霄阁夺冠 谁知道又立刻出现了体内怪物 和流锋芒前世的两大谜团 既然是灵霄队 既然暂时出不去 那就随机应变 先休息再说 哥哥 不好了 我刚才去牢房查看 那小英雎不在里面 不会又跑了吧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扰什么 我也是你们陪雷的一环吗 想一个人惩罚他过瘾吗 哥哥也太狡猾了吧 我才没有你的恶趣味 白府今天怎么这么多人 我昨天不是说了吗 今日是家父晋升退凡之日 所以宴请了各大门派 还真在今天啊 我还以为只是随口编的 敢问家父晋升的灵宠是 暗和天道 必尝大气 两位阴阳鱼事业 果然还是阴阳鱼啊 两年前见白爪门 已经是第三次尝试退凡了 现在都第五次了吧 这运气也太差了 哎 心疼白爪门呐 你嘀咕什么呢 素素 姝儿 你们回来了呀 爹爹 我们昨晚就回了 您在布置今日的大宴 就没敢打扰 丁级考核赛 还胜利吗 最后谁夺冠了 是灵宵阁 灵宵阁 是樊灵宵的灵宵阁吗 太好了 没想到灵宵阁 能重振旗鼓 返掌门 全下有知 必定会很欣慰吧 喂 小鹰仔 别跟爹爹说你是灵宵阁的 他会失望的 我本来就没打算开口啊 当年你冲关 差点走火入魔 还是返掌门出手指点 你可不能忘了他的恩德 海儿当然铭记于心 我已经开始扶住他们了 哼哼哼 你冲关 差点走火入魔 还是返掌门出手指点 你可不能忘了他的恩德 海儿当然铭记于心 我已经开始扶住他们了 哼哼哼 这位小兄弟是 在下是 只是孩儿的一个江湖朋友而已 带他来掌掌见识 父亲大人不必惊讶 这是我们实验 玉能加强的新法子 叫玉能双修 还能这样 为父长见识了 前因掌门到 宴会即将开始 小兄弟请自便 失陪了 一会儿要来捧场啊 配合得不错 玉能双修 你还真敢说呀 话说咱俩待会儿要出席 这小银贼怎么办 给他先关牢房去 带掌门叫我去捧场啊 你想多了 带他一起去吧 这次来到都是 有头有脸的门派 正好让他学习一下 加强一下品格的修养吧 一会儿就老老实实 看着别说话 我知道了 哟 白少爷和白小姐来了 你们兄妹俩 真是愈发的 英姿洒爽了 陈掌门 同掌门 大家光临 有失远迎了 陈掌门 同掌门好 白少爷好久 前来敷衍的不是一级 就是丙级 白掌门交友真有牌面 你再看看自己 虽然快速攀升到了一级 但似乎没有什么同行 反而树敌不少 得趁机学习一下 陈掌门 福晴 福晴 福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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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天元 四位以级掌门和数十位丙级门派掌门 白掌门的人员真是太好了 表面上看确实是这样 但是台面下 门派之间暗流涌动 敌友难辨 都是利益交换罢了 唉 看来每个人表面一趟和气 背地里都包藏私心啊 先令大人和各位掌门 能在百蒙之中抽身赴宴 白某 荣幸之旨 先令大人和各位掌门 能在百蒙之中抽身赴宴 白某 荣幸之旨 在下的阴阳鱼 已经在星河街 停留四年之久 当年真是没了心智 选了这两只小冤家 星河生退烦 需要从六种材料中选择 而阴阳鱼 又是双生灵虫 必须两只同时选对材料 怎么能进去 确实有些难度 珍珠已经确定了正确材料 可这黑药试了四次 都是错的 运气真的很差 好在经过试错 现在只剩下两种材料可选了 一个月前 在下拜会了大悬真仙 花费重金给我算了一挂 按他所说 这次晋升材料 必是深谈吉金 又给这老骗子送钱 失败了就说机缘未到 成功了就大肆宣扬 银头都是运气和心理的作用 各位 这便开始了 白掌门 你玩鱼的 可得小心啊 别像灵霄阁一样 被鱼吞了 那小子踩了狗屎人而已 每次都首次成功 不遭天遣才怪 这群老家伙过嘴瘾而已 你要忍住 现在暴露林小阁的身份 只会麻烦 大家别说了 我和樊掌门 有些私交 他为人谦逊 乐于助人 对灵宠之道 也有超凡理解 念在 他已过去 各位 就心存敬畏些吧 白掌门 哎呀 好了好了 白掌门 快开始吧 还等着吃晋升业呢 来吧 珍珠 雷药 祝白掌门晋升成功 成功 成功 成功才怪 赶紧失败吧 白掌门 你年纪 改行黑吧 小狱贼 你干嘛 快给我坐下 白掌门 稍等 请将晋升材料 换成琉璃珊瑚吧 小兄弟 你这是搞哪一出 刘风芒 你好大的胆子 快给我坐下 哎呀 刘风芒 我可是给了你机会的 我要作死 这是为了你们白服好 管辈无意冒犯 只是想告知 白掌门晋级的 正确材料罢了 天下皆知 灵宠的晋级材料 无可预测 你又怎么知道对错 天机不可泄露 大玄真仙 不也没有透露过 他的算谱方法吧 晚辈当然也一样 这哪来的逗逼小子呀 白掌门 不会是你专门 安排的娱乐节目吧 舒尔 各位掌门海涵 我这兄弟喝多了 快给各位掌门道歉 如果各位不信 不妨来赌商一赌 你还说 等等 我胡某人最喜欢赌博了 你要怎么赌啊 很简单 就使用琉璃珊瑚为晋级材料 如果失败 算各位掌门赢 如果成功 便是晚辈赢了 那赌注呢 那总要有赌注吧 那晚辈就斗胆为各位掌门 安排一下赌注 同掌门的绝情阵天下一绝 如果不信输了 就请将技能书抄录 给在座的乙级掌门 大家共同进步吧 荒唐 辅掌门 你若输了 就拿出一千枚退凡材料 来帮扶大家吧 哼 久闻胡掌门英气逼人 是吗 但修心浅缺 若输了 就请闭关半年修身养性吧 修你个鬼啊 善掌门若输了 不如将占据的港口让出 给联盟作为公共地界 方便大家如何 这什么情况 按照小兄弟的赌注 短时间内 这些门牌都会元气大伤 全都是对白斧超有利的条件 到底是什么目的 各位门主息怒 这家伙脑筋复发了 我这就带他离开 别了别了 真是搞笑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来给我们安排赌注 难道他自己有资本来赌 可笑 我没资本 但是白斧没有啊 白斧们可以先借我 你也毁了白家吗 这位小兄弟 今日近身大事 请给白某一个面子 我要再为此争辩了 你们明明都知道 今生材料 无可预测 那为什么相信 大宣真仙的鬼话 你们明明都知道 今生材料 无可预测 那为什么相信 大宣真仙的鬼话 又怎么知道 琉璃珊瑚是正确材料 杨鱼数光 光系智力 就试试赤面水草吧 杨鱼两年前就试出来 是赤面水草 还用你说 原来如此 我懂了 舒二 放开它 被这位小兄弟这么一闹 白某自觉运势被断 没了信心 既然如此 倒不如给各位注注信 把近身材料 换成琉璃珊瑚吧 父亲 这小子是来捣乱的 晋升大使不可儿戏啊 白某今天将错就错 就按这个小兄弟的赌约 来场小赌一情 薄金一笑 白某就拿出四十颗金宝 作为赌注好了 来掌门好爽 胡霸愿意捧场 四十金宝换我半年闭关 太值了 区区一千材料而已 胡某愿加点彩头 赌就赌 谁把谁啊 输了可不许赖账啊 各位都有如此雅兴 在下也当然奉陪 来人 将集金换成珊瑚 各位拭目以待吧 人赌注我黑药 人吧 白掌门看来又要失败了呢 千万别太难过啊 成功了 成功了 这这这 精彩 恭喜白掌门 紧急成功了 恭喜白掌门 恭喜白掌门 恭喜 爹爹 终于成功了 太好了 成功了 可不许赖败了 可不许赖败了 我暂时看出来了 小子这是合伙 掩我呢 我饶不了你 山掌门 心胸宽宽 不会跟小辈一般见识吧 姓白的 你少赚无辜 我们的仗 也该清清了 既然山掌门 如此有雅兴 那我们 不妨切磋一下 给潘大人 和各位掌门 输入信 善谋告辞 山掌门走好啊 可别忘了赌约啊 多谢各位捧场 劳烦各位 一步宴会天用善 今日不醉不归 看把你们高兴的 不必太感谢我 谁要感谢你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是懵的 这是什么态度啊 这有啊 这位少侠 多谢指点了 白某刚才配合的 还不错吧 白掌门心思缜密 配合无间 老细鼓了 什么 多谢樊掌门 出手相助 姝儿 才捡回一条命来 举手之劳罢了 你及门派 晋级事宜 也亏您耐心讲解 应该 是我道谢才对 说来惭愧 白某已经晋级 失败两次了 樊掌门 静静 如此神速 可否指点 白某一二 那请白掌门 将灵宠招出吧 让我瞧瞧 白掌门人还不错 我就有限地帮一把吧 通感连结 开启 随便找个理由吧 阳于曙光 光细治理 就试试 治眠水草吧 当日樊掌门的话语 我从未告诉他人 阁下既然知道 想必 定是与樊掌门 关系非凡吧 白掌门 无需多问 明白明白 今日白某感激之情 无以言表 恳请阁下 务必闪光敷衍 恭敬不如从命 白掌门请 少侠请 小兄弟 我看你一眼 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啊 下次我晋升时 老家也帮我算算啊 从掌门抬去了 这小银贼 怎么就成为爹爹的贵人了 以后都不能拿捏他了 等等 按这个剧情下去说不定 素素 为了感激这位少侠相助 为父做主 把你许配给他了 嘿嘿嘿 白掌门 素素也不小了 有意中人了吗 需不需要同谋 介绍介绍啊 白掌门 素素也不小了 有意中人了吗 需不需要同谋 介绍介绍啊 我才不要嫁给他呢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原来是早就心有所属了 孩子的事 我们还是别瞎猜祸了 以我今天的表现 是不是可以放我走了 你帮了白掌这么大忙 想走当然可以 但是要我说 你今天还是太鲁莽了 这次赌约虽然可以削弱一些门派 但是他们也会记恨于心 一有机会 说不定会有联手针对白掌的风险 什么嘛 总是畏首畏尾的 把心思放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吗 这就是门派格局啊 你他年轻以后就慢慢懂了 小兄弟今天挺猖狂嘛 这么有能耐 陪我胡吧喝一个 你不会嚣张到 不给乙级门派掌门面子吧 好 晚辈当然奉陪 这样吧 我喝一谈 胡掌门随便喝一碗好了 男人呐 送胡掌门回寨 喂 你没事吧 看到了吗 只要有足够的实力 就不必换得换食 担心个没完 我还说 这才是格局 可 今日 真是尽兴 老弟 今儿 务必在我白府下套啊 就这么定了 父亲放心 我会安排好的 对了老弟 以后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 哥哥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行了 爹爹 被分都乱了 他没要求 你快去睡吧 晚辈正有一事相求 马雷 看呐 前面就是白府了 嗯 我们快过去吧 我是林啸阁的掌门古灵 我们门派弟子 君云子在此做客 可否一见 呃 君云子没有 不过 刘少侠在此 你们是找他吗 啊 你们怎么来了 少侠早安 少侠早安 啊 刘师弟怎么穿着白府的衣服啊 白府下人 对他毕恭毕敬 又是怎么回事 不会是 加入白府了吧 一定是了 这个混蛋 呃 承熙 你知道我们为了赶来救你 两夜没合眼了吗 你怎么这么快就屈服了 亏我还一直把你当榜样 真是太让人失望了 谁让人 你等一下 你们一定是误会了吧 什么 你说你机缘巧合之下 弯了白掌门 然后被奉为上逼 没错 而且我和白府 旧账已经一笔勾销了 让大家担心了 浪费感情 另外 我考虑好接下来的计划 我将去鬼煞宗 调查反掌门的死因 毕竟是调查 不适合很多人去 你们就去处理门派事务 发展门派 我们兵分两路 我找了个得力的助手 白府白探书 见过古掌门 是 是怎么回事 白掌门 晚辈想让白公子 陪在下外出几日 帮在下解决几个门派间的小麻烦 请白掌门语诺 什么门派 胆子这么大 欺负到我老弟头上了 要不要老哥我明天一起去啊 以谈书的实力就够了 父亲放心 快去休息吧 好 书二没搞定就别回来了 到底什么麻烦 快说吧 需要你来用掉白府的人情 我真正想你帮我去调查的是 反灵萧的死因 什么 反掌门的死 另有隐情 说来话长 我简单解释一下吧 不必了 我们何时动身 现在就走吧 你 也没那么急了 你准备一下 我们明天就走 确定 耽搁了我可饶不了你 确定确定 怎么他比我还急啊 你们去哪玩 带上我呗 没你的事 五掌门放心 反掌门的死因 我们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多谢白少主了 我们也得尽快扩大规模 完成丙级的直通考察 好 我们就比一比 再见面 我们一定要让刘师弟 见到下巴 林小和 冲冲冲 刘师弟 我们先走了 你也多保重 刘师弟要加油啊 准备好了吗 我们可以动身了吧 这话不该我问你吗 爷爹你看他们呢 就是不愿意带我去 叔儿 你看要是方便 就带上素素吧 几乎不能说透 怎么办 不行 孩儿做气太小 三人挤着不太方便 所以 无愧是你 对哦 看我这脑子 怎么忘了这事 贤弟既然去解决麻烦 那排场肯定不能少 就做我的斑斓腾翅虎吧 走啦走啦 请不脚门拍去咯 你找的什么破理由啊 我哪知道还有这处啊 怎么停在这儿了 这是哪里呀 抱歉了素素 我骗了你 我和刘凤芒有危险的事要处理 不能把你卷进来 你现在就回家吧 听起来很有趣 快和我说说是什么事 我保证不跟爹爹说 你不必知道 对你没好处 白小姐 请快回吧 真的太危险了 可恶 每次都这样 嫌我雷阵是吧 好好好 那我就回去告诉爹爹 你俩私奔了 就带着他吧 你是真的吗 太棒了 这是我第一次冒险的 你说的内应 他人呢 按约定 在这里发信号 他就会来 顿叶 你来了 白府的白檀书 你怎么还带了外人来 古灵他没来吗 古掌门还有门派的钥匙要忙 白少主实力了得 也对凡掌门很敬重 可以相信 你 你好 我叫白莲素 请多关账 可我连你都不信 算了 跟我来吧 这人好冷漠 他就这个性格 好了 就是这里 这 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一片灵宠牧场 拿着 啊 这又是干嘛 挖吧 杀 怎么要入派潜伏 就需要带着死去的灵宠拜访 所以 就在这儿选择你们的同名状吧 就在这儿选择你们的同名状吧 最好灵宠品相高点 死亡时间也不要太远 这种只剩下骨头的就太假了 还 还是这只吧 我也准备好了 你们的门牌衣服太明显了 而且白坛书的样貌很多人知晓 所以要混进鬼叉宗 还得乔装一番 不是我已经准备好了 试试吧 还挺合身的嘛 怎么是女双 段燕 你搞错了吧 是给古灵和月童准备的吧 最近宗主宣布只招收女性成员 不装成女人 恐怕连进门的资格都没有 哎呀 大局为重 快穿吧穿吧 真的要穿吗 你听听 我这样说话像女人吗 再见点 你听听我呢 不行 太容易露现了 素素 一会儿你多说话 我们尽量不出声 你看吧 我就说我很重要吧 来者何人 我们是相依为命的三姐妹 求大人救活我们灵宠啊 又是木鸣来求救的 好吧 等我去禀报一声 宗主 又有三位客户求见 不见不见 今天心情不好 谁也不见 来求助的是三姐妹 好 快快 让他们进来 遭遇就是这样 求宗主帮帮我们可怜的三姐妹吧 哎呀 行了 行了 每天都是这种故事 快把你们的灵宠 给本宗主瞧瞧吧 大人 这是我的战将 哎 放松点 抬头说话 他的战斗力非常强 如果大人能救活他 奴家誓死追随门派 哎 放松点 抬头说话 他的战斗力非常强 如果大人能救活他 奴家誓死追随门派 好了好了 换你说 我的灵宠是战斗力非常强 多足魔 这个长得还行 就是有点平 这一只鼠鼠 是很强的 我早知道就换一只了 过 老客 这么快就结束了 成功了吗 怎么是你们两个出来了 什么情况 怎么他的老鼠被留下了 不知道 这宗主什么套路啊 而且我们白穿女装了 不管了 只能把希望寄团在他身上了 可他能行吗 不会有危险吧 别看素素平时不太聪明 但正式上不会含糊 我们之间还有救援暗号 不用担心 现在静观其变就好 竟然选了我 这下那两个蠢货没话说了吧 为什么大人会选我啊 主要是因为你太大 不是 太可怜了 那肯请大人快复活我的灵宠吧 不过 我帮你救活灵宠后 你得 做本宗主的夫人 这家伙原来是想对我 图抹不轨 太龌龊了 这就叫哥哥来打扁你 等等 如果现在就哥哥来 任务不就失败了 素素你可是破坏了我们的大计划 我早说不要带他嘛 不行不行 我得靠自己搞定才行 先顺着他打听出完整情报吧 加油 素素 你行的 这 这个嘛 也不是不行 但大人可以先救活我的叔叔吗 当然没问题了 跟我去那堂吧 那堂 复活灵宠的秘密得隐蔽操作 去那堂 我给你看个神奇的大宝贝 完了 如果去了那堂 哥哥可能收不到我的求救信号 如果不去调查任务也得失败 完了 如果去了那堂 哥哥可能收不到我的求救信号 如果不去调查任务也得失败 对了 为何我对他百依百顺 却得不到他的宠幸 一味的迎合 只会让他有恃无恐 欲擒故纵 掌握主动权 才是最大的魅力 我不去 你说什么 男女受受不侵 大人引我入那堂 奴家恕难从命 你怕我想见什么人了 那堂中他有复活灵宠的法子 想叫你的老鼠就乖乖听话呀 你去哪 大人告辞 我警告你啊 得罪了我 以后你就别想让他复活了 奴家本就敬仰大人 服侍大人 也是心甘情愿 没想到 大人居然如此轻薄我 陆家的心 一如鼠鼠般死去 救不救已经不重要了 大人保重 我 虽然拒绝了他 但又给他希望 应该是控制了主动权了吧 如果一切如我所料的话 三 二 一 姑娘请留步 素素怎么没动静 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 刚才说没事的也是你 现在又这么担心 你们不是有救援暗号吗 月慌 我一会儿找个机会进去看看 段师弟 最近心情好些了吗 李师兄 你又去六大宗了 那就是世化灵宠吗 没错 确实是文死未闻的新型灵宠 她既然都死了 为什么还要吃竹子 你的关注点好奇怪啊 对了 两位姑娘是 我们是来求助宗主 复活灵宠的姐妹 宗主答应了吗 没有 我们没通过宗主大人的审核 可能是最近 审核越来越严格了 两位姑娘也不要太难过了 这位大哥 你能帮我们复活灵宠吗 最近怎么做才能复活灵宠啊 不行了 复活灵宠 得靠宗主的神秘丹药 没有人见过 白痴哥哥 是素素的求救信号 好久是这个 白痴哥哥 是素素的求救信号 好久是这个 哥哥 呼唤灵宠的秘密 我调查出来了 就是这个样子 只要放进灵宠腹中 灵宠就会复活了 这些东西和小年恋坏的林源好像 哥哥 我这次表现你没话说了吧 可恶 小贱人 你别跑 哥哥 这个宗主快透了 还想潜规则我 什么 他没对你怎么样吧 当然没有 他被我掌控得服服帖帖的 怎么回事 这声音 你是男人 没错 是如假包换的纯爷们哦 敢欺负素素 不会手下留情的 混蛋 敢耍老子 快 把他们给我圈仔了 是 失礼了 你接着我看干嘛 大宗 准备应战 别费力气了 带着大宗离开这儿吧 鬼刹宗结束了 段师弟 你怎么回事 抱歉 我是卧底 你是我 难道只能逼我用他了吗 鬼刹宗这么弱 看来都不需要我出手了 刘风芒 你把他捆起来慢慢拷问吧 是你们逼我的 他怎么把药丸扔到井里了 难不成他想释坏那口井 什么动静 识句文吧 宗开宗选址那天我就规划好了 那就是把门派建立在远古巨像的遗骸上 然后用一口哭泥 直通遗骸府中 准备自保吧 我们 就这 不太这样的 好冷 各位大哥大姐 我真不知道你们说的事情啊 这些魔药也不是我知道的 大约半年前吧 我失足掉到了山崖下 无意间闯入了一个神秘的小村庄 我被村民们接纳 但我发现这个村子并不普通 我亲眼看到村长用这种魔药复活了灵虫 我想到这是一个机会 于是我动了坏脑筋 我从村长的住处偷取了一盒魔药 趁着叶子离开 然后我就来到了这里 利用魔药招兵买马 创立了鬼岔宗 你贴吗 不贴 大哥大姐 我哪敢骗你们啊 魔药都在这里了 全部给你们 这魔药如果给活的灵虫吃会怎样 魔药这么珍贵 我没试过呀 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 半年前才拿到魔药 那樊长文的死确实和他无关 这么看来得去一趟那个村庄了 刘父母 你怎么看 刘父母 好饿啊 糟糕 你就来了 小阴灾 你怎么不说话呀 等你敲电下一步计划呢 别催他了 他应该正在为反掌门的往事烦恼吧 清晰的女人 敢不做吗 不行 为什么不行 抱歉 肚子不舒服 我先去方便一下 不要控制我 我要跟你谈谈 跟我谈 你有什么资格 快去给我找尸的 瘦 可这家伙能轻易杀死我 只能换个方式把他中学了 别冲动 你先放手 听我说 我脑子有点记不得以前的事了 所以你需要什么 再和我交代一下 我没什么好交代的 你只要按我的命运来 我找食物 食物 食物 是只女人吗 是年轻的少女 她的旺盛的阴气 就是我的食物 食物 是只女人吗 是年轻的少女 她的旺盛的阴气 就是我的食物 只需要靠近吸水就行了吗 会对她们有什么副作用吗 那 你是在得寸矜持吗 好好好 我会给你找食物 但是之前那个扎马尾的姑娘 你不能再动她了 不然她哥哥一定会杀了我的 你脑子是真坏掉的 那个女人已经吃光了 哪儿还有您去能吃 嗯 太好了 那 那就是说 我得找不夺的女人来给你吸 没错 找到后期的呼喊 请主人用膳 我就会醒来 别说废话了 我给你半年时间 找不到 我就亲自动手 那我自己得先找个少女来吸 这也太尴尬了 算回来了 掉在毛坑了吗 啊 你们这么快就把衣服换回来了吗 哟 听说女装只要一次就会上瘾 你果然不想脱下来了 我才没 愣着干什么 你赶紧换衣服啊 别耽搁时间了 对 老爷 你还留着凌霄阁的衣服 鬼叉总都没了 我当然得换个衣服穿 没什么不妥吧 这个肩带款式 可是只有樊掌门 古灵和我才有哦 羡慕吧小师弟 你那是什么表情 你终于又笑了呢 蠢货 我是在嘲笑你啊 快去换衣服 嘻嘻的 能不能快点 调查樊掌门死因这么重要的事 你能不能上点心 这两个家伙怎么一个比一个急 本主都没说什么呢 怎么会有你俩这样的人呢 看 冒吹烟的那里就是村子了 沿着这条路走就行 走我们进村吧 老白 他如果想跑 就直接啃他 我绝对不跑 我绝对不跑 拥有这种艺囊的村子 真的能随便进吗 不会有陷阱吧 到时候随机应变吧 这里是原社村 请问诸位来此 有何贵干 这位姑娘 在下听闻贵村可以复活灵宠 特意前来拜访 恳请出手相助 大部分人无所谓灵宠的生死 你们如此见怀 是因为割守不下和他们的羁绊吗 没错 我的叔叔和我朝夕相伴 我不能没有他 那你愿意为了他 献出你自己的生命吗 啊 这 好了 原社村可以复活你们任何人的灵宠 但是有一个条件 敢问姑娘是什么条件 灵宠复活后 你拥有一天的时间和他相处 之后 请和他解除弃云 让他自由 如果同意的话 我会带诸位进村 拒绝的话 各位就请回吧 我同意你的条件 我也没问题 同意 哥 哥 哥神 嗯 我没办法接受啊 我舍不得我的叔叔啊 您就不能让叔叔永远复活 继续陪着我们 求求你们了 让我做什么都行 素素 不得无礼 对不起 是我冲动了 道理我都懂 但是一想到再也见不到叔叔了 我就忍不住 对不起 没什么好道歉的 因为你深爱你的灵宠 这才是正常的表现 反倒是那些男人 我 我 我的小宝 我的嬷嬷 你是他好惨啊 行了 不用演了 不管你们是什么目的 只要答应了条件就行 跟我来吧 喂 你们男性就没有一点贡献能力嘛 带着你们这些队友真是心累 好美的小村啊 就是这里了 这里便是村长的屋子 你们的灵宠将由村长师叔复活 这两位是你们之前的来访者 现在村长正在复活他的灵宠 你们好 这是下一位 至于你们的顺序就自己决定吧 切记打扰村长 我要回去职守了 多谢灰姑娘 你们也是来复活灵宠的吧 是不是也要求你们条件了 你们也是被迫答应的 不如我们一起反抗吧 反抗 不如我们一起反抗吧 反抗 唉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提出这种折磨人的条件 我看这村子的人 不是脑袋有病 就是在酝酿什么阴谋 这位大哥也一起加入吧 我没兴趣 你既然来了这里 肯定也对灵宠不舍吧 所以我们更要联合对抗他们的无理要求啊 再给我一天时间和他相处 我已经知足了 慧阳 叫你们村长出来 复活我的金区圈 我要带走 你们想干嘛 林村有自己的宿命 给他们安息的权利 是我们的底线 我们不可能答应你们的 你这群蠢货 反正都是复活 为什么只跟一天时间 我只吃法酒 人蛋 他们拼了 慧阳姐 让我看看我们有什么能耐 还为你们可笑的理念 满腾鞭湖 哇 把我们复活战死的灵宠 就放他们一马 否则我立刻动手 怎么办 我们要不救救他吧 放开他吧 老修在此 老东西 你终于出来了 赶紧复活我的金区圈 我 否则 就图灭你整个村子 吕施主 完成了 按约定 你还能和他再相处十二时辰 是吗 太好了 多谢何老前辈了 不过村里如此纷扰 恐怕会扰了吕施主的心境 劳烦吕施主出手吧 大叔 想清楚再出手 可没有后悔要 那我试试吧 老伙计 该你出马了 那 那是什么 我是苍狼 你是孤狼科 吕施 正是在下 林大侠 先别动手 听我说 鞭 乌狼科 吕施 正是在下 林大侠 先别动手 听我说 别 小银仔 你去哪儿 肚子又痛了 既然帮你 既然带着有通感痛楚的灵虫来耀武扬威 你还真是心大 痛感痛楚是啥 星河 星河初期会和灵虫产生通感连结 包括痛楚 后期才可以自由控制 而从初期到后期需要冲关 冲关很难 很容易走火入魔 啊 好危险啊 我都不敢练了 你先突破个助灵再说吧 你甘心让灵虫就这么死去吗 为什么要受他们摆布 他们明明可以永久复活灵虫啊 老伙计陪我征战一生 为何还要受我摆布呢 好痛 可恶的老孩 竟然只顾着自己 女神 先干嘛 姑娘 对不住了 我也是逼不得已啊 别怕 很快的啊 一点都不痛 你 快给我滚开 神奇又善 救命 怎么回事 我怎么在这儿 奇怪 怎么记不起来了 虹魔吃饱又沉睡了 这种手段真是令人不齿 虹魔 你等着 我一定会想出办法除掉你 什么 什么 Vegas 塑送这些个女神 一个人 你很可能 置身 商灯 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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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来复活灵宠的吧 没错 村长大人 来复活灵宠的吧 没错 村长大人 不过我们有个顾虑 我们在灵宠死前 已经解除了契约 还能复活吗 不会影响复活 但是没有契约 你们无法控制复活后的灵宠 灵宠会按本能行事 好的 村长大人 太好了 这样不会漏线了 为了不让各位久等 你们把灵宠都给我吧 我一起复活他们 久等了 诸位的灵宠都已经复活了 皮皮 我真的好想你啊 你们快给我进入状态啊 屎屎乖 非要挖那么凶的灵宠 从选灵宠开始就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我真是太强了 多 多谢前辈给我们和灵宠重逢的机会 施主不必言谢 希望你们可以遵守约定 明天此时会为你们灵宠超度 请在村里休息活动 但不要离开村子 前辈 能请教您几个问题吗 哦 这就复活了 看来这个村子不像有阴谋啊 别忘了此行的目的 刘风芒已经在先前刺探了 我们也分头去调查一下吧 怎么办 我不太会搭讪聊天啊 公子 你的墨好可爱啊 可以让他摸摸吗 讨厌了 明明是你想摸 姑娘请便吧 不过你们得小心 他有点不受控制 啊 他真的好可爱 公子一定很伤心吧 请节 那惨话了 趁机问一些关键问题 那个 对了 你们头上的是什么呀 你怎么问了这种白痴问题呀 哦 你说这个啊 这是我们村子的土腾 是一株生极勃勃的小草 象征了生命和自由 小孩应该更容易掏出线索吧 大哥哥 怎么了 没事 就是随便逛逛 随便找你聊聊 你头上怎么没有那个图案 我怎么也问了这种白痴问题 还为什么会说一言 这是要等我长大了 参加完接纳仪式 头上才会画上图头 接纳仪式 听起来是个重要线索 这个村子真好呀 你说什么 啊 慧姑娘 这个村子的理念和氛围真的感染到我了 我也有新的感悟 什么感悟 以前的我根本没想过灵宠的意义 直到这次外出 看到了灵宠和灵宠师的感情 我能体会你在村头问我 愿不愿意为灵宠献出生命这句话的重量了 那真是太好了 施主想问什么 得搞清楚魔药和昆的诗话有没有关联 但我不能暴露我已经知想魔药的事 我有个朋友 我替他问问 他的灵宠在战斗中瘫痪 这种情况 前辈能救吗 我的方法 应该只对死去的灵宠有效 这种情况 恐怕老朽无能为力 他也没有试过吧 看来我得亲自做这个危险的实验了 白探叔 过来帮忙 有风芒 你在这鬼鬼祟祟干嘛 我问了村长 活的灵宠能不能被施化 村长也不确定 所以我决定亲自实验 这是我刚抓来的根绝虫 还有鬼叉宗剩下的魔药 不知道虫子会变成什么样 有可能有危险 所以需要你应对突发情况 明白 开始了 好像没什么变化啊 你们干嘛呢 哥哥 小云贼 我们给这些虫子吃了魔药 没有任何变化 好恶心的虫子 难道魔药和反掌门的死 没有联系吗 我们不会白来了吧 一次实验 还得不出结论 最关键的是 魔药不一定就一种 我们得查清制造魔药的手段才行 各位 天色不早了 来吃点东西 顺便安排住所吧 好的 灰姑娘 我们看看明天的超度环节 能不能发现什么新线索 你们和灵宠相处 已经十二个时辰了 按照约定 该和他们告别了 于施主 那请和您的灵宠 解除契约吧 我们将为他超度 秦辈 他这是去哪儿 解除契约后 灵宠将会凭借自己的最后意志 前往一个心仪的地方停下 当夕阳的余灰洒落在他身上时 他将会化作屡屡青烟 消失在天幕之上 去往另一个世界 这就是我们给灵宠的超度 老伙计 来世再会 这个超度 真是太美好了吧 张施主 下一位该宁了 不要 我绝对不会和他 解除契约的 我们用生命 守护我的匹屁 你们都别过来 匹屁 张施主 就算没解开契约 到了时间 灵宠还是会前往 安息之地 魏茶宗复活的灵宠 没有这种行为 他刻意隐瞒了什么 叔叔 一路走好哦 白姑娘 还有吕施主 恳请二位来我屋中 老朽有话对你们说 村长家里好大呀 感谢前辈 多亏了您 才能让我们得偿所愿 老前辈真是太伟大了 可村长身担力薄 仅凭一人太过劳苦 不知二位 是否愿意加入原社村 去帮助更多人 叔叔 你怎么了 哥哥 我打算加入村子 和他们一起帮助那些可怜人 老 这种事根本不适合你好吗 赶紧跟村民道别吧 我们该走了 每次 每次都是这样 从来不听我在说什么 这次我偏要留下来 白痴哥哥 你根本管不着我 那好 我们走 随便他折腾吧 不出三天 他就会哭着求我来接他 快 白姑娘看来 已经完全被村子接纳了 他演得太逼真了 不会真对我有意见吧 先不管这个了 趁这个时间 我们可以去追查 施化林宠的行踪 之前我在林宠身上 留下了气味 现在我们跟着小银犬过去吧 感谢两位认同我们的理念 并愿意和我们一起施行 请给二位绘制俄迹 从此刻起 你们就是原社村中的正式成员了 作为正式成员 你们首先要知道 就是咱们复活灵宠的方法 就是这粒仙丹 死去的灵宠服下 就会复活十二时辰 果然和鬼叉宗的魔药一模一样 但是炼制仙丹 凭我一人是不够的 今天作为入村仪式 就将有两位 亲手炼制仙丹 我们也能炼制仙丹 真的假的 要我们做什么呢 你们对自己灵宠 有着奉献的决心 这些决心 就是仙丹的来源 数字还小于断 老前辈的意思是 你们仅需要贡献一点 寿命 找到了吗 在哪 难道说 在山洞里 不是说 灵宠会找个美丽的地方吗 这里也不像啊 走吧 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贡献我们的寿命 来炼制复活灵宠的仙丹 二位放心 这个过程没有痛苦 对身体也没有副作用 仅仅会衰老相应的岁数 所以 二位要炼制几枚仙丹 二位要炼制几枚仙丹 这我们完全没有概念 依我们的情况 老前辈觉得应该多少 如果拿不定主意 建议四枚 那吕某就四枚吧 我 我还没心里准备 可以先来一枚试试吗 四枚 他说就一枚吗 那 那就两枚吧 看只像个大小姐 平时自私惯了吧 我就说他看着不行吧 怎么这么吝啬呀 如位 有必要这么说话吗 害怕折兽 不是人之常情吗 何况 这是自愿 吕大哥 没错 大家只是对于信念 过于执着了 好了 大家同舟共济 不要伤了和气 那么炼制仪式 开始 请二位闭上眼睛 从白人施主开始吧 生命不须 愿收回 牺牲本小姐的青春 总不能什么都查不到吧 偷偷整条蜂喵一下 应该不会被发现吧 这是 大家注意脚下 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这是 溶洞的最深处吧 什么也看不见的 龙子 你们仔细看 什么 那些是什么 那些全是灵宠 你们看 那不是我们的灵宠吗 这里少说 有上百只灵宠 看来所有超度的灵宠 其实都来到了这里 这是怎么回事 或许那个村长 能在暗中控制灵宠的行为 总之 袁舍村复活离主的目的并不单纯 可能这是袁舍村酝酿的巨大阴谋 不好 如果真是场阴谋 速速加入他们恐怕有危险 白姑娘 你怎么了 村长的绿色图腾是个怪物 你们自己看他 白姑娘 你在说什么呀 怎么会这样 刚刚明明 白姑娘 你让老朽失望了 够了 你们被咱嘴死还污蔑图腾 对我们的遗事 不停的亵渎 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救命啊 神仲的仪式 今天 你必须要给大家谢罪 我 大哥 素素 不用怕 大哥 素素 不用怕 白姑娘 发生什么事情了 村长的图层变成了一个绿色怪物 刚才好像还要吃掉我 怪物 魔药是用寿命来炼制的 村民献祭半年寿命 就能炼制一枚魔药 什么 你也献进了寿命吗 好像还没得手 原来你们进入村庄 是为了盗取仙丹的炼制方式 是我看走眼了 我们原社村的村民们奉献自身 用生命救治你们的灵宠 给予绝望的灵宠师和灵宠解脱 结果换来如此对待 人社村不欢迎你们 请素素离去吧 村长 不能就这么放他们走啊 你们的所作所为 真的有那么纯粹吗 素素的话 加上我们在村外的发现 让我确信了我的猜测 掌控生死 并非人力所能及 那你们暗地里用生命 再和谁做交易呢 恐怕是个以生命为食的 绿色恶魔吧 什么恶魔 毛修不明白你的意思 可恶 事到如今还在胡搅门缠 那我直说了 我们跟踪了超度的灵宠 发现他们并没有随风消散 而是聚集在了一处山洞中 你说什么 是真的吗 村长大人 你在问谁啊 你竟然一直在骗我 村长大人 你没事吧 别跟他们动气 我们不会相信他的鬼话 没错 我是骗了你 既然瞒不住了 君就现身了 那那是什么 这就是我之前看到的绿色恶魔 村长大人 这是你的灵宠吗 灵宠 本君才是主人 孙长大人 孙长大人 老家快跑 孤山 这家伙和红魔一样 而且有生命抽取的努力 肯定不好对付 白台书 应证 早准备好了 好厉害的 好厉害的 好厉害的灵宠 没想到村中还有强者 来吧 正好拿你练兵 按理说 这些灵宠没了契约 应该能靠本能自由活动才是 为什么在这里一动不动呢 像是守在这里 什么情况 我说 凡事都是要变通 他们让你看着我 是怕我骗他们 可这都过了两天了 说明我没骗他们呀 虎大哥 你看能不能通了一下 放我走吧 都快饿死了 那是什么 村民都跑出来了吗 小心好像还在屋子里睡觉 那 那是什么 哪来这么多灵宠 好像都是我们之前救过的灵宠 难道 那些人说的是真的 快 所有人 你村子躲起来 快跑 救命啊 是溶洞里的灵宠 原来绿魔可以操控他们 超度灵宠是幌子 被顶尸在屯兵 等嘞 灵宠太多了 这样打下去没完没了 你拖住他们 我试试直击操纵着 小童漫 小银犬 上 这是 跟绝虫 跟绝虫 是化了 流风芒 你没事吧 刚求还你 洞里的灵宠全部苏醒 跑来村子了 这是怎么回事 全是那东西在搞鬼 那是什么 村长的灵宠吗 刚才你也看到了 在他的控制下 之前做实验的灵宠 变成了湿化状态 就是说 无论它是什么 樊掌门的死 一定跟它有关 你们这些 坏我好事的家伙 一定都给上跑 原来就是你 害了樊掌门 今天我们一定要查 你的水落石出 别想跑 这些家伙 有些能耐吧 这些低级的灵宠 看来不是他们的对手 我问你这个 蠢货遵循的理念 这后来的都是 什么垃圾灵宠 不过还好 还有能看的 老伙计 上吧 上吧 他们 虽然有等级压制 但复活的灵宠 没有灵宠师操控 无法使用技能 它现在只是个 心狠满街的白板 我们有的打 危险 这是我们的启示 大白 狼狗的威力 怎么会这么恐怖 之前只是把人打飞而已 之前我收力了 只用了两成 最糟糕的是 现在这一击 也不是他的权力 这技能真好用啊 可恶 这怪不仅能控制灵宠 还能释放技能 棘手啊 鱼光 我们有人数优势 你和蜡狼缠斗 我去攻击他本体 当他分险的时候 苍狼也会露出波战 你的战术还不错 换做吉他对手 可能会有效果 爱你太小看本军了 爱你太小看本军了 我没有灵宠 只能给你们拖后腿啊 各司其职 去保护宿所和村民 尽量撤离到安全地方 这里太危险了 好 别过来 是我 你没事吧 我不是故意的 快 趁灵宠群都在往村里涌进 我们趁机突围 逃出去 什么 怎么可以偏下哥哥和小银贼 不管 我们得战斗到底啊 太住了 留下来只能听乱 我们能做的 只能是远离这里 让他们没有顾虑的战斗 又是狼魂 大白 快躲开 神帝别动 擦过去了 刚才出招的狼魂是盘绕的 近距离有打不到的死角 你们站的地方就是 李大哥 你这是 老伙计桀骜一生 从未向对手屈服过 没想到死了 竟然成了傀儡 这对他来说 简直是最大的耻辱 让他安息 是我必须尽的责任 据我观察 被操控他 并非不死不灭 所以 请你帮我杀死他吧 我会透露给你他所有的缺点 是 我相信 你能体会我的心情 摆脱了 好 那就试试吧 又是狼魂吗 没错 先不要动 狼魂出招 要酝酿五秒 等出现出师角度 我会立刻给你指示 快向左走开 贼子释放狼魂要间隔十秒 趁现在进攻 停下等时机 他失误了 狼魂浑身用早了 招式结束后 会有片刻之盾 现在 进攻 狼大哥 我们成功了 狼大哥 老伙计的苍蝶巴寒 就是他最薄弱的地方 请再组织一次进攻 送他走吧 拜托了 狼大哥 还有你这样的主人 你有他这样的灵宠 都是一种幸福 解爱 谢谢 上吧 狼牙又放早了 好机会 停下来 瞄准他的额头 快够撤 狼牙环身的距离 超过最大范围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要暴牙环了 别怕 近距离空隙更大 躲过去 再组织进攻 什么 狼哥 这怎么可能 谢谢灵宠的行动 对局势应对自如 这绿魔对灵宠群的操控 比我想象的还厉害 这家伙对灵宠群的操控太流畅了 甚至超越了优秀的灵宠师 但属于死队也在苦恶之城 现在竟然连星河门阶的灵宠 都操控得游人犹豫 什么算许 狼牙环已经没办法 给他冲造机会 自己也要陷入最危险的境地了 这不太难成了 虽然有同感联剑 不能受伤 不适合现在的战斗 可恶 到底用什么办法 才能和他抗衡 对付 红魔 我体内还有一只 和他同源的红色恶魔 虽然完全不了解他 但他一定也拥有 同绿魔类似的能力 同源之间或许可以一战 事到如今 也只能赌一把了 主神 是同源的恶魔 更大的可能不是敌对 而是联手 说不如两个联手起来 恐怕真是没有任何取胜的希望呢 可恶 到底要怎么做 大白 别过去 凡人之躯 一个狼牙还生 你就死了 大白别怕 我来救你 大白 没事吧 多亏你赶来及时 还没有上级要害 但暂时也不能再战斗了 只能先收回灵宠池恢复一下 没关系的哥哥 老白也是新和气后气了吧 应该能打败大灰狼 作为坐骑培养 实战经验不足 最重要的是父亲不在 没有灵宠式的精细操控 灵宠只能凭本能战斗 难以发挥全部实力 不过 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老外 他的弱点在头部 直接孤注一掷 使出你最强的攻击吧 我护住了要害 苏苏 苏苏 你没事吧 哥哥 你没事吧 我们赢了吗 小心 你没事吧 霍雅姐 我还好 这是怎么了 霍雅姐 村子怎么这样了 村长骗了我们 元舍村要瓦解了 我们的信念全都死了 他让我们奉献生命 换取灵宠的安息 结果却遭求这些 永远无法安息的行事走上 我们用生命复活的灵宠 反过头来拨脱我们的生命 这是何其讽刺 就这点本事 无辞了力的家伙 受死吧 受死吧 那是 是 我眼花了吗 那 那是 昆 你没看错 那应该 就是星河期的昆 是我的小鲤鱼变的 这才多少时间 有这么快的吗 你们灵宠阁的养昆秘籍 不是随着反掌门失传了吗 他怎么也会 我也不知道 他好像和反掌门是故交 可能反掌门将养昆之法传授给他了 阿盖 太好了 反掌门还是将他的衣帛传承下来了 看来这家伙 看来这家伙 真是受反掌门之托 来重振灵宵阁的 怎么不早说清楚啊 又看到昆了 真是带帅了 喂 你们两个昆奴 还能动的话 能不能先关心一下伤员啊 是昆 怎么回事 昆的秘密 不是只有那个人知晓吗 知晓秘密的人 绝不能留你在世上 给我杀了他 我们就是反掌门被害事件的主谋了 今天必须将你生情调查清楚 海豚 混蛋 没想到对付你还得示范权力 好了 是吗 那些倒下的灵宠 又再度参战了 全局出气 新和出气的通感连接吗 有风芒 你没事吧 快 我们得去帮他 危险 你们不要过来 小银泉 在小银泉的项圈上 安置的压缩水球 一方面是为了补充小银泉尿技能的水消耗 就是为了应对现在这样周围没有水的情况 就是为了应对现在这样周围没有水的情况 跟班长们当年一样 凶 凶 凶困施主了 他们行动更灵活了 好像不是施主 而是流风猛主动进入了他的体内 在体内操控 全部吞掉 一个都不放过 好 突然动了一谎 快 三步三肯 那个银鱼竟然把所有灵状都吃下去了 好厉害 小年 干得好 现在我们长同无阻 进攻吧 先把他的手臂蹲掉 让他失去反抗能力 我还要好好盘问他 哇 那 本君怎么可能证据被你打了 流风猛 我见 他还没有死 可不 把老伙计还成这副模样 还不放过他吗 可恶 终于解决了这个难缠的家伙 你就带着秘密进坟墓吧 太累了 老伙计 好好休息吧 可恶 李大哥 白姑娘 老伙计她 安息了吗 看起来她 应该走了 太好了 那我也可以安息了 我 李大哥 你不会死的 你要撑住啊 没关系的白姑娘 我早已做好了 赴死的准备 只是 没能亲手铲出那个害人的恶魔 不甘心哪 利用我们对灵宠的爱威妃作呆 不要让这样的恶魔存在于世上 他就交给你们了 李大哥 我来给他支血 断叶 你去看看刘风芒情况 刘风芒 你还好吗 我太大意了 小年处伤 我现在 浑身举动 没办法动它了 苍狼已经被杀死了 那家伙还有战斗力吗 诸位 还有诗花的灵宠吗 好像没有了 那些被击杀的灵宠都已经不动了 也没有新来的了 可恶 可恶 一句暗言的垃圾不可饶恕 本君和你们听吧 本君消耗到了极限 这老东西摆脱了我的控制 心怪了 老东西 给我安静的乖乖看戏 等我把这几个人处理干净 我们就换个地方 动身在一起 你 你对村子做了什么 他们和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杀了他们 事情暴露 这里待不下去了 这些人已经成为了没准 没有利用价值了 本君不会让任何人活着离开 马歇 都是我复活过的灵宠 你没有将他们超度 而是偷偷藏了起来 我们有约在先 不是要联手帮助更多的人吗 你为什么这么做 为什么骗我 我的妈妈 都已经成为了 这种酒店 当你知了 你就不见了